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Linux核心实作课程 在开始之前,一样有公告 注意到就是说,我想大家前几周写的大量的作业 很难看到类似这样的课程 就是说有大量的作业 一定有同学说,作业做不完怎么办呢 注意到,作业其实我也没打算让你一次可以做完 如果你一次可以做完,表示我们课程要求太低了 我们课程是希望可以逐年提高我们的难度 像我十年前来成大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是参考MIT,参考Stanford 参考这些世界一流的大学设计作业 当时的难度大概是10% 我们逐年就把难度拉高 现在的难度大概是 可能是这些名校的类似课程的25%到30%难度 所以你会觉得困难是正常的 所以请你不要觉得灰心 那我们的Linux核心设计 大学部的课已经有超过六成的同学退选 这个是本来就发生的事情了 那我希望坚持到现在的同学 希望你也会有收获 然后我们这课程一开始跟大家讲 我们这课最大的目的是让大家诚实面对自己 真正有学到东西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让你有50%的分数是自己评分的 那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有同学问助教 说为什么自我评分50%还有同学退选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应该这几周已经发现 趁着面对自己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本周有可能特别的事情 就是我们来做客制化的作业 那这客制化的作业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让你改进前四周的作业 就是说我们前四周每周都有指定作业 然后你的完成状况可能会不同 然后你可以依据说 你就是指定说我要继续做某个作业 或者说你发现里面有些延伸问题 你觉得可以探讨 尤其你在观摩其他同学的作业之后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 假设你发现中间可以贡献程式码到你的核心 就是你在研读尼斯核心的程式码的时候 发现有些地方觉得很奇怪 有些地方看起来可以贡献的 不管是注解写错 或者说程式码有些重复的 你可以看那个像 之前我们有在客人提到像那个 那些B-wise的操作 其实尼斯科统一直到今天 还有很多操作是不一致的 那你发现说这个描述很奇怪 这是真的会发生的事情 那或者说你发现说像这个 我们之前在讲红黑树 那你发现红黑树呢 这个有可能有一些改进空间 那这也是可以贡献程式码到Lin核心 那大家注意到这件事呢 其实需要讨论 毕竟现在的那个Linus核心的难度 已经跟以前不同了 我1997年学Linus核心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一高中生 那我高中生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Linus核心有多难 反正对我来讲就想知道 它是怎么一回事 我就学 那学了一阵子呢 我开始做贡献 那但是因为那时候Linus核心的程式码 说真的还不到一百万行 就是 抱歉 一百万行的规模 但是真正要看地方呢 显然就只要看几万行 那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三千万行的规模 而且这个三千万行呢 就是 就是你看 一百万行跟三千万行 其实不是差三十倍 因为其实 那个开发的难度 大家知道吧 就是你要做Debugging 你要做Customization 你要做Automization 其实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好 那总之就说呢 在上个世纪呢 你可以说Linus核心是一个 还不成熟的东西 好 我相信这个 大家没有太大的 这个 没有太大反对意见 但是 这个世纪呢 在21世纪的Linus核心呢 就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一个工业标准 那了解工业标准 而且是一个变动中的工业标准 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好 那总之呢 我们这个客制化的作业呢 其实也是 来搭配我们下周 下周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会让同学呢 一对一的讨论 好 就是呢 这个 我们当然选课的学生优先了 那如果说呢 你是旁听的同学啊 那你有完成 就是前两次作业 就是你 你认为 你的作业都做得过半的话呢 那你可以在这个 就可以在标注 好 那相关的办法 我们还会再公告 好 然后注意到就是说呢 请你确定说 你一定有填 填什么呢 填这个 课程表单 好 因为就是 因为我们之后呢 信件会用这个 我们信件会用 会用这个 就是我们会有自己的 Gmail账号来发布 那因为就是说 学校系统呢 虽然可以让 外校学生使用 但是说真的 那很麻烦 我也不习惯用 好 那从这就说呢 我还是用我 惯用的方法 好 然后 这个客制化作业的部分呢 请你在3月14日的下午3点 刷新这个本业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相关的规范 然后就是说呢 我想让大家了解到 就是跟自己比较呢 是很关键的事情 就我们这门课呢 会有很多很特别的同学 我们的学生呢 除了陈大学生以外 我们有台青交 台青交陈这次都有 那甚至我们还有高中生 对你们怀疑 还有高中生来上这门课 那你不会察觉到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只要有充分付出 说真的 你只会看到程式码 你只会看到 它的成果 对吧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是一个研究生 你要认真想 就是 在资源科技这个领域呢 说真的 一个高中生 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可以打扮你一个博士班 一年级的学生 这是有可能的 而且 这种机率其实挺高的 所以我希望呢 你了解到 就是说 在这一行呢 真的就是很 就很竞争 那反过说 很竞争呢 也 不全是坏事 因为你就是可以接触到 真的国际化的 国际化的挑战 就是这么大 然后本周的重点呢 是CPU Schedule 但是呢 要为了探讨 这个CPU Schedule 其实我花了 就必须花很大力气 来探讨 因为最主要问题就是 教材不足 虽然Linux核心的CPU Schedule 从1991年就存在了 但是很尴尬的地方是呢 这30年来呢 其实没有一个像样的文件 所以你应该知道 就是我为了这件事 只好去写本书 然后而且呢 尴尬的地方是说 就算你找到文件 你可能还是很怀疑 到底内容是不是对的 其实很多内容已经过时 帮我写的书在内 其实就还一直在调整 这也是我 这也是我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发布 公开发布我的书的原因 因为 其实也不是单击写不好 因为我没打算 靠我写书来赚钱 但是最大问题是说 有很多东西呢 是像Linux核呢 有一个 有一个方形呢 它叫做Schedule 就是排成绩的Schedule 然后尴尬的地方是呢 那个Symbol 那个Symbol呢 其实随着版本的变迁呢 它其实是怎样 其实 它会不存在 也就是说呢 在之前的旧版本 Schedule 这个名字 对不对 就是这个很好 光看名字 就猜得出来 它在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那这个Symbol呢 在旧版是存在的 在新版不存在 你说这个什么问题呢 这问题可大了 那包含说 我写的书在内呢 会依赖这个Symbol 那这个Symbol呢 在Linux核心5.10的时候呢 就不再揭露出来了 意味着呢 如果你要去分析Linux核心呢 我就不是用看的 就是用一些工具 用一些工程的方法 这也是我在书里强调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要只是阅读 不是只是去举足 其实我们是真正用一系列工具 然后呢 当然就从这个基础 大家的基础观点 建构起 然后呢 那尴尬的地方就是说呢 这个刚才讲 那个Schedule 那个Symbol 那其实就是在新版的核心呢 就不存在啦 那所以呢 就就很麻烦 就可能要绕一大路 那我为了真实 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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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去调整客套 好 那总之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 准备工作 好 我这边的准备工作 那对各位的准备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你还是要需要一些相关的知识 尤其是西元 还有一些程式开发的技巧 那此外呢 在Linux核心里面的 CPU排程器里面 存在大量 不是一点点 是大量的浮点数运算 就是呢 其实Linux核心里面呢 它有一系列的数学 好 那我们之前有看过 对吧 那我们 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得更细致 好 那这些数学呢 其实很困难的地方在于说呢 你知道数学是这一回事 那你过去呢 你在程式设计的课程 大学部的程式设计课程 或者你高中的时候 开始写程式的话 那你会看到很多数学试啊 比方说泰勒展开试 那泰勒展开试呢 你把它写成数学 那写成成 就是把数学试 转变成程式码的时候 你往往就是照着一个 就什么样子写什么程式 对吧 然后 那你往往呢 不会认真去想什么资料心态 比方说泰勒展开试 你知道它需要什么 它需要浮点数 那你就用Float 那你发现Float不够用的话 你用Double 那Double不够用的话 你就算了 对吧 你以前是只会这样子 那但是呢 你如果认真看 我们第三周的作业 第三周的作业 有规范就提到说呢 Linx核心呢 其实不希望 不想用 不想用 浮点数据计算 就是在Kernel的内部 是不想用 就是真的要用可以用 但是它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就是说 在Linx Kernel 绝大多数部分是不希望使用浮点数运算的 可是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 其实很多数学士它是需要浮点数运算的 尤其在CPU Schedule里面它会有 而且这个比例会越高 就是呢 它至少会有这个 比方说取平均 然后或者说有开根号啦 有平方啦 诸如此类这些 这些运算 那甚至有些部分呢 还有一些展开式 就是 如果我们这些题顺利的话呢 我们可能还会来讲一下 我最近的一些成果 比方说 你会在Linx核心里面会用到 偏微分方程 对你没有听错 偏微分方程 好 那总之就是说呢 这中间呢 其实你要搞定那个数值系统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提中呢 会有跟大家讲这个数值系统 因为这是理解Linx核心必要的事情 并不是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就是因为 因为程式码写出来跟那个数学士 往往你是很难认为它有关联的 好 那我们就从这个数 浮点数运算开始来探讨 浮点数运算 好 那这个浮点数运算呢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浮点数运算呢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标准是 1985年定义的这个 IEEE754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 电脑呢 其实在发展 就是电脑发展历史远比这个 远在1985年就存在了 对吧 那而且呢 其实事实上呢 第一台 人类第一台这个 电子计算机 就是1940年代 你大概知道那个时空背景嘛 就为了二战 二战的时候呢 其实它当时就有浮点数的需求 然后呢 后来你可能也知道 就是说呢 后来电脑有大量应用 应用在人口普查 应用在这个像清淡 像呢 当年那个John Wannuber博士呢 他在生前 就是 生前就加入这个 美国的原子弹开发计划 然后呢 那其实当时计算机呢 其实有一部分功能 就是计算清淡 那就是 就算你不了解这些核化学 但是你很清楚说 里面一定少不了 各式各样的数学士 这些数学士 其实就会有浮点数 那讲一次 刚刚 1940年代 电脑就拿来做运算 而且呢 就有浮点数运算 可是呢 一直到1985年 才有 I-EEE-754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因为早期的电脑 其实它是 各自为政 就是有些电脑 会强化它的 浮点数能力 有的电脑 是强化它的 像这个什么 像它的 它的空间效率 或者说它的功耗 总之就是说 早期电脑呢 就是它可能往往就是 能够 能够做一 就没法做二 其实早期电脑 还是很难说 通用的 通用的范畴 但是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说呢 从这个 个人电脑时期就不同了 个人电脑 真正的让这个 电脑 变成一个 可以通用的 所以最重要 其实电脑成为通用的 其实这件事不是 就是一个 可以做通用运算 这件事其实没有很久 这件事大概从 1970代才开始 而且真正的 这个价格 能够被大众所接受 其实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908年代 当年Microsoft Microsoft在 1975年成立 然后呢 我以前有看过 那个Microsoft 有一个回忆录 他明天就讲过一件事 就是说 那时候比尔盖茨 跟他的投资人 说他的愿景什么的 他愿景是希望 家家户户 每户家里 都一台电脑 注意到 比尔盖茨呢 在1970年代末期 80年代初呢 他说他的愿景 叫做家家户户 有电脑 那 今天来讲的话 你会觉得 对吧 你会讲 So what 对吧 这不是一个 很基本事情 对吧 而且家家户户户 不只有电脑 多的跟什么鬼一样 对吧 就是你把手机 都当作电脑来讲 手机手表 当作电脑来讲 所以你看 就当年呢 那个比尔盖茨 你又想他的愿景 对吧 就是说 人家问说 什么是愿景 愿景是 当一家公司 要讲他什么 讲到他的 左眼的点 对吧 那他就要讲这个愿景 他不能说 我今天要 要赚100万 对吧 那个就不叫愿景 这个是 你本来就做的事情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电脑 成为一个通用 就是从1970代才开始 变成通用的电脑 而且到80代 随着个人电脑 它的这个价格 那中间就有 很多台湾的生意 我们台湾最会干的事情 就是扩散 就是说 可以用一个 更物美价廉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年我们叫做 IBM PC 或是IBM香荣PC 这个香荣 其实以今天的术语 它叫做山寨 但是就 超多了 就变一回事了 好 那总之就是说 I21754 其实就是在 个人电脑 这个时期发展的 我们现在看到 I21754 其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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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Intel Intel委托 那个 CMU的教授 委托CMU教授 去发展的 那其实呢 也是从 它的作用点很特别 因为以前运算 是针对那种 非通用电脑 特化电脑去用的 但是 I21754的规格 是针对通用电脑 所以请你了解 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要在这边讲 这个I21754 因为它不纯然 不全然 只是一个 浮点数标准 而且它最关键的地方是 它是起于 这个什么 起于通用电脑 的需求 然后 然后为什么 浮点数的英语呢 叫Floating Point 显然这个 浮点数这个字 就是来自英语 对 那为什么叫浮点数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画面中的那张图 这张图有趣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 分布 就是我们如果看 那个分布来讲 我们在第一周呢 我们作业不是有 有那个 Nabin Zero 那个作业一段 那就跟他讲说呢 有一个Dudeck 对不对 就是用实验方法 来去看一个城市 它是不是 能够达到 长出时间复杂度 其实那个作业 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让你 能够复习 统计学 那你如果没学过呢 那就重新学 对不对 懂事吧 就是 讲复习是这种客套话的 怕伤了你的自尊 但是就是 不懂就学 对不对 就是真的真的 不要有那个 不要有本位主义 很多同学呢 读了硕班博班 然后呢 可能高中的东西 问了答不出来 然后就觉得 就觉得 啊这个这个这个 我现在是博士班学生 我为什么要懂高中生的东西 但是你要想看 高中生怎么超越你 所以他就是 一环一环 就像那个洋葱一环一环 把知识体系 结合起来 那你不是 你就是一个 对不对 你就是一个 好像 好像有东西 但是中间是空的 那是很危险的 好 那回来看这个 如果我们看福点数的数值分布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你会发现说呢 显然有一个区域呢 是非常密集的 对吧 我们看 0 就是正0跟负0呢 附近呢 是有大量的数值 就是它的分布量是很大的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看这样8 这个区域 对吧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越来越西出 然后呢 越往两侧 两侧看的话呢 它的数值就越西出 所以说它叫福点数 因为呢 就是讲这个floating的意思 最后这个英语这个floating呢 其实用法很多啦 就是如果你对那个经济学 有比较多认知的话呢 你会看到说像那个讲那个浮动汇率啊 就floating 然后或者说呢 在建筑 建筑来讲的话 也会有一些术语 就是floating 就是说呢 在建筑的公司来讲 不是每个地方都要用螺丝钉 那其实有很多方式呢 是可以 就是说完全不用螺丝钉 那像中国的工艺呢 其实就很厉害 对不对 就是盖一个桥 然后呢 就是它用一系列卡榫 它是不需要用螺丝钉 那你说用卡榫有什么好处呢 哇 这好处可大了 对不对 因为呢 就是如果你用螺丝钉的话呢 那个什么 会生锈 而且呢 你这个要预留一些罗帽空间 但是如果说你用卡榫呢 就一环一环 那么扣起来 那其实呢 它可以做到一个自我调节 就是就算有个地方被重铸呢 它其实可以调节 然后 那那个字呢 也是叫floating 所以就像floating这个字呢 是很常见的字 在很多领域都出现 那但是呢 以这个数字系统来讲话呢 其实我们就讲它分布 所以注意点 就是我们设计一个数字系统 比方说我用64位元 我去尝试去表达一些数字 但你会发现说呢 其实伏点数呢 它其实呢 能够描述最完整的 其实是 1到负1之间 这是最完整的 那超过这个区以外呢 其实发现这样 就越来越稀疏了 所以这就是刚才提到 为什么叫伏点数 然后呢 伏点数呢 很特别的地方是说呢 它会分三个部分 就是那个符号的部分 就是正数跟负的数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再来是呢 去它的指数部位 那指数部位 它用这个power2 2的密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剩下 就是它的那个 剩下那个值 就是你看吧 就是我前面有个什么 正符号 然后呢 扣掉那个指数倍 就是说现在是 你说2的32次方是多少 抱歉 2的3次方是多少呢 它是42亿 那42亿其实是什么 42亿多 那所以呢 你一定是42 42开头 然后面有很多数字 那这个东西就这个部分 那它也可以变成叫Mantisa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我想大家在那个计算机概论的时候学过 但是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绝对不是讲那么单纯的东西 因为这东西高中 高中也许 也许高中就会 那最慢最慢大学的一年级就会接触 对吧 但是真正的地方在哪里呢 真正的地方是说呢 你 发现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对吧 就是说 其实呢 辅典数能够表达数值的 不能涵盖每一个有效范围 所以我们讲辅典数呢 跟这个 辅典数跟整 一般的整数呢 其实有大落差 整数在它有效范围呢 比方说这个 我设定一个 三十二位元 那我就是指定一个 二补书系统 那其实我可以表达呢 二的三十一次方 减一到负的三十一次方 对吧 这样的一个数字范围 那 因为本身呢 这个 我们不用考虑到稠迷性 对吧 就是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 离散的点 但是呢 在辅典数来讲话呢 其实它 是要把真实世界的那些稠迷性 就是说一跟二之间呢 其实有 有无限多个数值在里面 那所以 在这个数学的一个稠迷性 要对应到这个辅典数 本来就是一个困难处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呢 如果你把目标 你的目光放在右边 所以你发现说 其实辅典数呢 有些数值是不能表示的 换言之呢 就是有误差 这误差呢 会不会导致呢 后续计算的错误 就是很大的问题 注意到 在Linskernel里面呢 有大量的讨论在做这件事 那其实也有相关的程式码 在做这件事 好 然后在讲的更细致之前 我们要了解到一件事呢 就是 我们要讲两个词 一个叫Precision 这个叫精密度 比方说这个 我们台湾有一个知名的企业 叫什么 台中精密机械 台中金基 然后呢 台中呢 还有个什么 台中有个叫做金科 精密科学园区 台中金科 昨天才从那边回来 特别讲一下这个 台中 好 最后这个 金 金科 不是刺刑网 那个金科 然后 就知道我们台湾的这个产值 在这个精密机械产值呢 其实呢 是 有很多企业呢 其实是隐形的冠军 让人家知道就说呢 台湾的这个精密机械呢 出口的那个 以出口的那个产值来讲话呢 台湾的精密机械出口呢 是占全球第四大 好 你没有听错 全球第四大 像你画面都可以看到 像是大力光啊 上银啊 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系统啊 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园区啊 就是这个 就这个区域啊 然后 我之前在里面担顾问 所以才特别讲一下这个东西啊 那所以其实呢 这个大家这个 其实也可以考虑啊 就是说你除了去 你除了去这个IC设计啊 或者说IC的制造以外呢 其实 精密机械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那里面呢 其实也需要大量的这个 Linus啊 系统整合啊 而且如果说你家 家强刚好在中部啊 其实中部除了 除了空气差 交通差以外 其实生活是很好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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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缺点啊 那 我觉得台中是 蛮适合过生活的地方啊 好 那待会 好 这个工商服务完 我们来看看啊 所以呢 刚才讲的这个什么 precision 精密度 然后呢 这另外一个东西呢 叫准确度啊 呃 这个 currency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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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呢 就要搞清楚它的那个 定义啊 好 那所以呢 你还要看到说呢 我们来看一些案例啊 如果我们把原周率显成这样 3.1415926 926535 那就是这两个都有啊 就是说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的数字系统呢 保证什么 保证了这个小数点后十位啊 就是 那 注意到我们的电脑 其实是离散的系统啊 所以我们其实 没有必要呢 无止境来去 呃 去表达这个 这个原周率啊 而且呢 在很多应用来讲的话 其实 其实那个 这个小数点 后十位呢 其实 在很多情境 已经完完全全 适用 那 那如果说呢 你把这个数值呢 把原周率显成 3.11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样 它的这个 它就 它就是 折损了它的精密度 所以它我们称为叫imprecise 然后呢 但是它是准确的 因为这个值呢 其实跟什么 这个3.11 其实跟3.1415926 其实这样 是它的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它的一个近视值 好 那所以这个中间 我们认为是一个准确的 好 那但是呢 如果你把写的3.11是158 那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哪里啊 这个值呢 就导致什么 这个值呢 其实就是 它就是 就是不准确的 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在这边来讲话呢 因为它其实写满了 小数点10位 所以它的精密呢 其实够了 就像说 你用今天有个尺 对吧 尺 然后呢 你说这个 我的刻度 所以你更说 像我这把尺 这把尺呢 就是它有20公分 那20公分里面呢 它就是有 0.123456 对 然后 那中间你可以去表达 什么0.5 好 那所以呢 你写满10位呢 它是precise 所以你有需要 要搞清楚这个尺 但是呢 它就不精准 然后因为它这个值跟原作率就有出路了 然后呢 如果呢 你把原作率写成3.2 那糟糕了 对不对 这两个都没有符合了 对不对 一来的什么 一来是你 你本来就有小数点10位 但是你这样 你既然 没有用完 那再来是这个值呢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不准确 好 那 最后呢 我们讲 特别跟你讲这件事呢 其实你可以告诉 在NIST Kernel里面 有大量这种讨论 我们来找找看 就是说 你可以去找找看 那个Linus Kernel Linus Kernel 反正你现在遇到什么关键字啊 这个 不 就是 迟疑的时候呢 就做什么事啊 就是搜寻啊 所以啊 Google搜寻 其实在我们课程呢 没办法帮太多忙啊 但是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就是说 在Linus Kernel呢 其实很在意这个precision 然后呢 你把另外一个相关关键字给带路 你可以看到 其实Kernel在意的事情 其实就是 呃 其实我们在这个坑 已经涵盖很多NIST Kernel在意的事情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了 就是说呢 像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值系统 对不对 就是 当然这是范例 10进位 后面10位 然后 其实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场景 会做调整 比方说我们稍后会介绍一个东西叫Bflow 16 这是什么呢 这是Google为了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的需求呢 它特别发展一个浮点数运算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们会去介绍这个定点数运算 好 这个定点数运算呢 其实在NIST Kernel里面就存在 好 不用急 我们晚点会提到 好 好 然后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就是说呢 因为很多演算嘛 就像刚才讲的 很多演算 它是像太年转还是一样 我怕你忘记泰勒展开师在干嘛 泰勒 泰勒展开师 不是泰勒师 泰勒展开师 我觉得对岸的网友很有趣 什么东西都喜欢缩写 对吧 就是学习 就是学习习近平的意思 对吧 泰勒展开 泰勒集数 泰勒集 就变泰勒师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缩写 好 没有必要 我们没有必要的就不要去剪写 不然这有时候产生很大的困扰 对吧 注意 那个学习习近平 那不是玩笑话的吗 你在那个地方就要 该讲什么话就要讲 像我在钱包里面 因为偶尔会去 回去中国 所以我在钱包里面 其实我都放一些 放一些 那个书记 就是像我会 访问一些学校 参访一些学校 所以那个书记 还有那些共产党员 都会特别把他记下来 其实这有差别 你有机会被人家扣留的时候 就知道 真的要靠这些共产党员来救你 所以有时候该讲的话就来讲 然后泰勒集数 这个泰勒集数呢 讲起来好像很神奇 但是写起来超级难的 就说你写起来就像这样 我们就举个例子吧 所以这个 看看 这个 自然对数 这个东西超美的 以一为底的指数函数 展开的时候长这样 然后注意到 这个数值很美 然后我们讲美 就是它很精简 但是威力又强大 对吧 对所有的X都成立 注意到我们这边讲的 这个是这个整数 二阶层三阶层 那你会好奇 如果是2.1阶层 2.3阶层 4.5阶层怎么办呢 那就是Gamma Function Gamma Function Gamma Function 也有额外的展开 不过这个 有心自己学 注意到这个Gamma Function 其实在Kernel也用得到 但我不确定 我们这学 可不可以讲那么多 因为取决于 我们学生退群的状况 如果学生太少了 就很难教了 好 那么就是说 数学里面有这种很美的 就是这种很美的形式 然后困难地方在哪里呢 好 虽然乍看 好像都是整数出整数 但是你知道 这边的每一项 其实都需要用辅典数来表达 那辅典数在表达的时候 还记得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吧 讲什么东西 讲的这个Precision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问题 因为你每一项 其实都 就是每一项 本来它就不可能表达 无止境的表达 那每一项 它本来就有Precision的问题 假设我们的准度是准的 那我会有精度问题 所以你看到 这个误差就一项一项加上去 那困难了 因为指数函数的定义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透过泰勒急速 可以得到这样的数值 那当然我可以把它换成 这个马可劳宁的区列 或者是类似的区列 那不然说三角函数其实可以展开 所以你会得到这个很经典的形式 我觉得我当高中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学试的时候 吓傻了 我当时高中一年级吧 我看到这东西我就吓呆了 然后我就 就是我第一堂课就算数学算到 就去图书馆了 因为我学校要求我们去清理图书馆 然后我就看那个书 然后我少到忘记去上课 好 anyway就说 这个 我回家呢 就尝试去 就是我想要 就是因为我 我那时候台中 我读台中中的时候高中住校 虽然我上课第一堂课 我就第一天我就看到这个展开式 我就觉得很神奇 那但是呢 又有我的电脑放在苗栗老家 所以其实我只有周末 那你要知道那个 在我读书那个年代 其实周六要上课的 对你们听错了 周 不是周秋 以前你问你爸 你们就知道 以前那个星期六要上课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数学是抄下来 然后呢 终于等到星期六的时候 可以回家写程式 那回家写程式 翻天打死都算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用整数 因为算当然死都不对 对不对 这个东西的关键就是 它要浮点数 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 这个浮点数关键在于说呢 就算你在数学上可以展开 但是你怎么确保说呢 中间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讲这个浮点数呢 并不是怎么去表达 不是考试说 问你说呢 一个数值 给你一个数值 然后请问它的浮点数表达是什么 不是 我们不是只做这件事 懂吗 所以其实呢 我们是要考虑到像 Runding 就是说我们会有舍入 而且不是只有四舍入而已 这个Runding Mode呢 在CPU架构来讲话呢 可以有一大堆Runding Mode 所以就是比方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不同CPU呢 可能会有不同的Runding Mode 这东西呢 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很困难的事情 比方说呢 我们有一个专案叫 SSE to Neon 那这个 这两个Runding Mode 那这个SSE to Neon呢 那这在做什么事呢 那在做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Intel Intel的这个 Intel的架构呢 是它的SSE呢 叫做SSE 那也有AVX 反正就是 就是这种SSE的指令会越来越多 然后Intel的这个SSE呢 其中有一个叫SSE 那AVX呢 有一个东西叫Neon 那最后这两者呢 是不能E对E转换的 有时候可以E对E转换 有时候呢 会E对17 对你们听错 一道SSE 可能要对应到17道 Neon的指令才能够转换 Runding Mode 好 那这个东西在干嘛呢 你看哦 这个Runding哦 这个可麻烦了 好 你看哦 就是 为什么要特别跟你讲 因为多到我记不起来 实在是太多了 好 说到这个砖 我做一阵子了 但是说真的好 很多东西我都记不起来 太多了 好 装点 诶 诶 错了 装点 嗯 不知道为什么说 好 应该只是浏览器太满了 这台电脑 这台电脑已经超过十年历史了 我很喜欢这台电脑 但是看起来就是 可能要 看起来要退休了 好 我们在这台电脑退休前呢 还是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应有作用就跟各位同学讲说 不要跟我说什么电脑 电脑什么等级太差 我用这台电脑是可以来上课的 可以来写教材的 这些偶尔会卡住而已 其实也不是电脑错啦 就是现在网页实在太复杂了 对这个 你看哦 就是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这几个Runding 这几个Runding呢 是Intel S11去定义的 哎呀奇怪 卡住了 好办 好 anyway就是你刚刚看到一大串了 我就不展示了 因为我这个浏览器卡住了 然后注意到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Runding呢 它的学问非常大 因为就是不同CPU架构会有不同的Runding 然后呢 再回来看刚才那个Case 就是 这个Runding Mode呢 其实会决定很多不同的行为 然后 因为刚才提到 就是说这其实在处理器 去规范的 再来是呢 你的数学是到底对应到处理器的Runding Mode 是不是合适 像有东西是会强制舍 强制舍弃 然后有的时候呢 会是四手录 那有可能是 三会取 七会舍 注意到好 就是有很多很不同的Runding 总之呢 就是它会有这个 不同的Runding Mode 那背后它有不同的哲学 那不同的CPU架构呢 就会有不同的规范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就算你硬体有FPU 你要知道以前的FPU是高档货 然后就算你硬体有FPU 其实呢 这些所谓的 我们称为叫 Require Operations 这边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因为操作 本身呢 其实是 就是 硬体呢 可能只能支援一部分的操作 就是我们数学的运算也很多 但是事实上硬体只能支援一部分 甚至呢 有时候呢 硬体的FPU呢 它可能有些缺陷 就是导致用的话呢 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主要这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Intel Intel呢 在1993年的时候呢 它的当时刚推出来的Painting 就有这样的问题 它当时的Painting呢 就有这个 辅典数运算的错误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修正呢 必须要用软体去修正 那最后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这些机制呢 就是RI-351-754去规范的事情 然后 那当然这里只是最低门槛 各个不同的运算环境 你可能会再做一些扩充 然后 除了我们没办法表示所有的数值以外呢 那其实再来一个问题呢 是像这种 像是什么 Dynamic Range的问题 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结合率 A加B加C 跟A加上 先做B加C再做跟A做相加 如果呢 我们只看一般的代数来讲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至少我们中学时代的数学 这个东西就相等 但是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 在复典数来讲的话 会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个我们在之前数字系统时候提到了 然后呢 你以为这样的结束没有 更大的问题呢 是像这种平行计算 其实还要考虑到额外的议题 这我们之后还会有机会遇到 然后再来是呢 不同CPU之间的问题呢 其实也很麻烦 像当年呢 X86呢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有一个Core Percessor 就协同处理 协同处理 协同处理 协同处理器 叫Core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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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ession 就是中文一般来翻译 叫协同处理器 然后呢 这个叫X87 然后这个X87呢 它从那个 从386的时代 就是一个选配 那486的时候 也可以一个 就是386 486都是选配 然后 那到了 到了Painting的年代呢 就是福点数呢 就整合到这个 处理器的 处理盒里面 好 然后呢 很麻烦的那些是什么呢 就是呢 其实X87呢 它的特别的地方是 它是用80位来表示的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 当年呢 Intel在设计 那个 个人电脑的处理器的时候呢 其实 有些设计呢 是多出来的 因为这个80呢 实在是太多了 那这个东西呢 跟那个 i2way754的规范呢 其实有很大的落差 好 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其实在计算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 会出错 好 好 所以呢 导致呢 你要就是去指定呢 你的形态 好 那就是刚才提到 就是X872Niang 那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你可以用那几个关键译去找 好 找这个procedure 找这个ronding 好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做这个专案的过程中 其实 做了很多 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 又很关键的问题 好 然后呢 你以为有了GPU 就不用管这件事了 错 恰好电脑 因为其实呢 GPU呢 它可能会有自己 会有一套 浮点数运算的格式 好 像刚才有提到 那个Google 为了做machine learning 搞了一个叫beefload system 就是这样的东西 反正就是 这种东西呢 会很复杂 就他们会 原则上 它会参照i3或175 实弹会去改 比方说 把它的资料的 就可能会牺牲一部分的精度 好 不是说呢 用 想办法去扩充范围 好 那总之就是说呢 不管是GPU啦 还是一些硬体 像那个DHP的硬体 其实都会调 好 然后呢 你以为这样结束了 没有 这件事呢 就是要能够去验证 其实它是 很不容易的 然后 所以往往呢 我们在做浮点数运算的时候 其实需要什么 需要 可能需要查表 就像你在写第三次的作业 Fibonacci Devine Driver一样 就是你要怎么知道 自己的Fibonacci运算是对的 其实你需要对照什么 你需要对照 已经有的表格 好 那我们在作业的说明里面有提到 那Fibonacci运算呢 其实有类似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在运算过程中 就会有误差 那这些误差呢 来讲的话呢 除非呢 你在演算法的层级呢 去确认说这个误差 可以被补偿 那这个 其实有一系列的演算法 就是做这种不长 所以不是说 能有这些数学试 你就可以做计算 其实是不够的 好 然后底下呢 就是一些部分呢 请你花点时间 因为这个有录影 那就是花点时间知道说 它怎么用啦 还有相关的一些历史典故啦 刚才提到这个Painting的那个 浮点数运算的错误 好 那我们这边要讲那个 可汉教授 那可汉教授呢 是这个 呃 当 呃 不是先没有帮你 这是加州伯克兰 我记错了 然后就是那个 那个 英特尔那时候起 那个当时任职于 这个加州伯克兰教授 可汉教授当顾问 然后跟RH117提交了 第一个浮点数标准 因为在这之前呢 其实都是这样 就是在这之前 电脑其实浮点数都是特制的 好 好 然后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呢 当年呢 不是只有Intel 这样Z-LUK Z-LUK是那个 Intel的员工出来开的公司 它的就是 做一个低价版的 那个S86的 相容处理器 然后呢 相关的低系统 其实都有 然后 那反而是 超级电脑的巨头 看不到这个市场就缺席 所以这个RH11754 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其实来自 那个微型电脑 或是一个小型电脑 反而那种超级电脑的供应商不来的 好 然后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历史故事呢 其实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工程呢 其实就是一系列的妥协 然后呢 那后来 后来就是像 那么有提到这个Digital 就有不同的这个提议 那就是像这个 就是 就是这个就会有一些 取舍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这 这要了解 今天看到这个 这就很重要 就是 虽然呢 S87呢 在很久就出来 在80代 初期就出现了 但是呢 一直要到1987的80387 才是真正符合这个 i221754的规范 在这之前 其实都没有 都没有符合了 所以呢 这也是 我们在看福点数呢 其实要搞清楚 你在什么样硬体去处理 那反过来说呢 这也是各位 作为软体开发人的一个机会 就算你的公司呢 以硬体为主 你可能以后到了联发科啦 到了 Riotech 以硬体为主 但是其实 其实有大量的机会 是需要软体 去介入的 换言之呢 如果说呢 你去一个 你去一个IC设计公司 但是完全没有碰到软体 那你 那你要考虑 你要 你心里要有个盘算 是不是你分工分的太细 就是 你去一家IC设计公司 尽管你碰不到里面的软体 你不会跟软体工程合作 有可能工作实在是太细了 吸到一个 吸到一个危险的境界 对吧 因为 以后如果有新的挑战的时候呢 你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因为 之后的很多 开发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 其实都需要什么 需要软硬的 不是只有 做系统整合 就是 你去设计硬体 然后可能要去软体做修正 或者软体做一些 预先做一定算 或者软体去帮你做一些特定的 调整 你有反过来 就是说 我主要的主体是软体 但是我通过特定硬体去加速 其实都需要 软体合作 好 然后 这地方呢 请你对照看 对照看 然后 好 接着我们要讲那个 Bflow 16 对不对 讲Bflow 16 讲到这个 就是你还记得那个 我们在第一周 对不对 还记得第一周不是讲那个 数值的运算 对不对 然后那个 第一周的课程说明 有讲到这个 就是说 我今天给你一个数值运算 然后如果说你 用你的电脑 然后用那个 辅典数的那个单进度辅典数来做运算的话呢 你其实会算出来的结果呢 其实它不是你一起的这个 50005000 那你可能会得到像像画面的这个数值 5000 2000 2896 这个就来自什么 来自各式误差 所以那个 克恩教授 就是对刚刚上面那一位 Winning克恩 那这个 他那时候 在加州大学博客的分校 他就做这件事 去做什么事呢 他就是设计一系列的补偿 所以这里的东西叫 克恩寿命 就是说 它能够在 不提升资料宽度的状况下 因为在很多场景 是不能随意的提升宽度 我这上个有跟他讲 就是说其实很多台湾工程师的问题 就在说 Float不够用Double 但是其实很多场景 这是不行的 比方说我的资料库 我的资料库的资料宽度 就被限制了 或者网路传输 网路传输就是一开始就订了Protocol 所以它就是这么宽 你不能随便改变它的宽度 对吧 那所以你就是需要额外的一些知识 像这个 克恩寿命 好 然后 我们终于可以来往前走 往前走 当然要对照看那个CSAPP第二章 对吧 我们在上一周有提醒大家 要去准备好你的CSAPP的书籍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Bflow16 那这个Bflow16 你看到16就知道它是16 它现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原本我们单精度的浮点数 最小就是需要30欧元 然后Google为了它的Machine Learning的需求 它尝试做一件事 就是把原本是要用30欧元去表达 就叫FP32 就是FP32就是i3V754的规范 单精度 最小的 最小的 至少要30bit 所以叫FP32 然后它就是说设计一件事 就是想办法去调整 那这种就叫Bflow16 那这样什么好处呢 就可以去节省 晶片面积 所以最好老外呢 其实也做Costdown 只是说台湾Costdown 一般是Costdown的对象是人 那老外的是 因为人不能随便去Costdown 因为就是老美 因为都是这个不方便 所以他们会努力的去欺负硬体 当然我们台湾人比较仁慈 我们不会去欺负硬体 我们去欺负人 对吧 因为我们比较仁慈 好 anyway就说呢 这个Google呢 它的TPU 就用这个Bflow16 好 然后它就是 它的目标呢 是跟 RI7.1754的 单精度的浮点数呢 有相同的范围 但是牺牲的精度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画面中这样来讲话呢 就是 这个就是 RI7.1754的什么 这个规范 然后 那事实上呢 在 I2.1754呢 I2.1754呢 其实它也会翻一个叫 Health Procision 就用16文言去表示 但是Bflow16不是这样东西 你看到 这东西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你看 指数范围是什么 指数范围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呢 是差异的 是差异是它的那个 Daction 或是Mantista的部分 但是呢 如果是I2.1754的话 它是牺牲的 指数的部分 就是指数的部分 它是用5个bit 在FP32的话呢 是用这个8bit去表示 然后 那为此呢 这个NVIDIA其实它也有 它为了它的TensorFlow 它也搞了一个东西叫TensorFlow 它它就搞一个东西叫TensorFlow 然后NVIDIA有个东西叫TensorFlow 不要搞错 就是那其实概念呢 也是相似的 就是说想办法去榨出那个什么 榨出这个同样频宽项 能够传输的资料总量 好 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我们两栋两栋两栋 继续 休息到 那么在休息前呢 这个BFlow16 那这个其实呢 这也是 算这几年 在Machines里 其实是一个很 很关键的问题 好 那这边呢 再提醒大家就是说呢 在福点数运算来讲的话呢 你要了解它的一些 一些词汇定义 好 然后了解说呢 像刚才提到这个Random Mode啦 好 然后它的这些操作啦 意外处理啦 它规范是什么 好 然后再来是呢 你可能需要 在运算来讲 需要做一些调整 好 像刚才讲的这个 可恨 可恨Summation这种 就是你要注意 考虑到误差 好 做一些 对应的这个 必要的因应 好 好 然后呢 注意到的 这个Bflow 16呢 其实它 也有很多 人对它有意见 我们看一下这个 在今年 今年有一个开发者 针对这件事呢 给一个 给一个很 中肯的一个评论 也不是Google 做的东西就已经好的 其实Google 在工程上 很多决策呢 很难讲说 它是绝对好跟不好 因为其实 毕竟我们不在里面 我们看到毕竟只是 Google揭露出来的 Google揭露出来的 资讯 整个Google 未必是向Google 宣称是这样 对 像好几年前的Google 说什么 Don't be evil 对 那这几年Google 做了什么事 这个就很难用 一句话去评论 然后最大就是说 就像前面提到 其实在不同场景 可能往往会有 不同的浮点数 以前这件事 其实不算很 关键问题的 就是说 以前在特定的场域 它可能就是 自己有一套浮点数标准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因为现在来讲话 这个Machining的这个 冲减很大 对这个选择的运算 冲减很大 那这个发生说 因为你看 假设今天有Bflow 16 Google提出来 那谁要去依循呢 其实呢 这个像CPU公司 做像AM 这个做处理器 IP的公司 要去依循 然后呢 编译器 也要能够去支援Bflow 16 另外当时结束完没有 那因为编译器 还有那个Debugger 这个就会有 然后当然就是上面的应用程式的框架 根本不用讲 这也要去做 那我们稍微可能有些 相关这个浮点数的问题 让大家来 那个水塘车 也让大家来练习 然后 然后它这边呢 你看 像这一位开发者呢 他就讲说 他就说呢 他认为 就是Bflow 16 是在这个 Precision 跟这个机体的使用量 做一个取舍 那Bflow 16 当它的宣测 就是说 它的范围 它的范围 是跟 那个 R1175 是那个单晶度 就是 FP3热 是一样的范围 但是呢 它的那个 Precision 是显著是低很多的 甚至它没办法表达3.14 就是我们 我们浮点 那个 我们浮点数里面 讲那个 圆周率 对吧 我们会讲什么 3.1415926 好 3.141592654 类似这种 对吧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这个部分呢 就在于说呢 其实呢 这个 Bflow 16 连3.14都不够表达 好 然后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在 因为3.14不够表达 然后你怎么办呢 你可能就需要 更多的数值 如果你 就是用更多数值 然后搭配一个 就把数学试做 做调整 以便呢 能够去表达 那个 3.14这个数值 好 那反过来说呢 Bflow 16 是可以表达3.14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开发着 它的有这样一个 认知 总之就是说 希望你理解这件事 那为什么特别强谈这件事呢 因为你很可能 加入了这个 高通 Qualcomm 加入了MediaTek 加入Google 加入了Sensor 加入了Intel 这些公司呢 因为 在这门课的同学 有可能会加入这些公司 那这些公司 基本上都有在做 我们训练里 而且呢 你进去的时候呢 已经不是如火如土了 它已经是基本款 好 那下一个地方 我们要讲这个 记忆体配置器 记忆体配置器呢 这个很有趣 就是 对不起 口头残 什么东西就很有趣 记忆体配置器呢 它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呢 它其实涉及很多背影知识 我们在之前上课有讲过 那个前几周有讲过什么 韩式呼叫跟记忆体管理 对吧 然后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就来讲 就是讲这个B-wise 还有它相关的服务点数运算 这个东西很有趣啊 然后这个服务点数运算呢 它在机体管理器乍看 那没什么观点 对不对 它是隐藏在某些操作上面 好 然后我们先来讲 这个机体管理器 机体管理器呢 其实它的 在很多场景呢 它是不能用的 像这个一些 一些传统的机制系统 像什么 像这个车子 车子那个 像那个油门控制 那个 你应该知道 那个油压控制的东西吧 对不对 其实油压控制的东西呢 它是很难的 因为油压控制的 像那个怪手 对不对 就是这个怪手 这个就用油压控制 所以它可以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操控 操控那个感 操控那个控制感 然后可以让你的怪手 做这个大范围移动 其实想想这很神奇啊 这不是杠杆原理啊 它是油压 这讲实话 你看哦 那个 那个怪手 那个机械手臂 对不对 那其实那操纵人员 是做什么事 它是 它是 它是拉那杆子 对不对 起来那杆子呢 是不足以 透过什么杠杆 去带动那个 那么重的那个什么 那么重的怪手 是不可能的 所以 它不是单纯的杠杆 它是用油压 那这个油压呢 背后的 其实有很多 复杂的运算 说那我也是 这几点我才懂 因为刚好 我去一些公控的厂商 做顾问 我很感谢这些公司给我当顾问的机会 因为 其实我在那边比较像学生 所以他们都叫我老师 但我觉得很害羞 因为说 我在那边学更多 然后就油压呢 整件难就是说 其实你需要一个计算 因为呢 就是说 你看哦 你拉那个杆子 对不对 你拉那个控制杆的时候 那怪手要动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又不能让它抖得很快 抖得很快会那个damping 就是说它会那个抖动 那个手会抖动 那会死人的嘛 所以这个特别想起来 因为这个像我的客户啊 有时候他就 我接触我的客户的时候 那时候 其实真的是 真的很紧张 因为我也没想过 因为我这边就做那会出人命的事情 我那时候记得那时候是 好几年前 快十年前 快十年前有一天这样 我有一天骑脚踏车的时候 我在台南骑脚车 然后有一天我就是 那手机啊 突然那个就有一天电话 那时候我还会接电话 我现在已经不接电话了 就九年前我还会接电话 然后就有一通电话 然后就搞不清楚哪里来的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没有whose call这东西 然后就搞不清楚谁 然后就不管他 然后他又继续打 然后呢 反正我就觉得很烦 我就接起来 他说你好 我是台南骑脚的总经理 然后我就那种 摸不着头绪啊 你这总经理 你说这那头诈骗怎么厉害啊 你总经理 我还郭台强 挂下去 然后你要靠北 他真的是台南骑脚的总经理 对就这样 台南骑脚的总经理打电话 我说可不可以去当顾问 然后呢 然后我也是半信半疑的 直到我到了办公室的时候 我从我住的地方骑到办公室的时候 发现站了一排人 那就是台打派来的人 就是要说服我加入他那个 就是那个总经理 因为总经理有事不能来找我 但是他派他的那个幕僚来找我 那就排了一排 然后就是 反正就跟我讲一对话 然后呢 那我那个最大印象就是说呢 因为以前写程式就说 我以前做通讯啊 做CPU 其实跟人命还不是那么直接相关 但是做这种 做那种机械手臂呢 其实机械手臂啊 或者那种控制器啊 其实他那个 就真的会冲击到 像你在路上有时候看到 那有些人手啊 断掉啊 那其实他手怎么断呢 有可能就是被工具机压到啊 好 那总之呢 就是说呢 我希望呢 大家去想啊 其实我们写程式呢 可以用的范围很广啊 那没有必要太早去限制自己 限制自己啊 我我我我我以前是做CPU的嘛 那我我做CPU 我做手机啊 然后我我做GPU啊 然后我做一些呃 加速器啊 那后来我去帮一些公共 公共厂商服务啊 那其实这些东西呢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呢 呃 你这行为是不是可以预测的 好 所以呃 当然这边有大量的这个 这个domaino号 不是我不愿意讲啊 是是我不懂没办法跟你讲啊 就是我我我开课是 我我懂了 希望都可以跟你讲啊 但是因为那个东西 我真的不懂啊 就我我会算一些东西的啊 因为那边人都蛮好的 就会教很多数学啊 所以我重新算了数学 但是我还没办法解释说 那个油压控制要怎么 完整的去控制那个 那个那个 那么大只的怪兽啊 我可以在家玩机器手臂啊 或者我可以用 用那个数学模型去去描述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能力 去做一个机器手臂出来 但是关键就是在于说呢 呃 你要怎么让它行为可 可符合预期啊 那过往的做法是说呢 它会把一些不可控制的 很难控制的部分舍弃掉啊 那其实动态记忆管理啊 就是memory education 像maylock跟free 这种操作呢 其实往往都是被舍弃的啊 而且更麻烦的是说呢 它包含说这些系统就说 它对stake的要求会很大啊 当然说这是传统的系统啊 那现代来讲的话呢 这些传统系统呢 其实它扩充能力很差啊 呃 那起来它也很难用到一些 open source的成果啊 这是很困难的啊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讲这些 呃 那个自动 那种就是 呃 机械控制啊 包含说台达电子在内啊 呃 不止台达电子啊 像我刚才有提到 呃 台中机密机械有好几家啊 就是我有接触的厂商呢 其实他们也有用到linux 那 那用到linux来讲的话呢 其实你 无可避免就会用动态记忆的配置 因为其实从 kernel层级就有 然后但是呢 这件事呢 有可能会影响到什么 即时表现 所以在这边的讲话呢 就有一个东西叫tosf 好 注意到这个 我们之后还会在细讲 好 这边先有概念 好 这边在做什么事呢 它叫做toolabel 好 那toolabel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以前我们在配置记忆体的时候呢 我会有一些策略 对不对 还记得我们在 最前我们不是学到 那个first fit best fit 然后你看到 如果我们今天采用的是 叫best fit 在这个策略呢 有个很大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呢 因为我要找到一个best fit 而不是说我一开始找到 一开始找到 我就用那个叫first fit 但是呢 我如果要用first fit 表示呢 我每次机体配置的时间呢 其实是不固定的 那这件事呢 其实会有很大的 这个对极时系统 会有大的冲击 其实不止极时系统 包含云段系统也会有 因为我们在很多运算来讲 都希望怎样 希望这一次跟下一次 还有未来几次 其他耗费的时间 是可以预测的 你不用快 但是呢 你要告诉我说 不能忽快忽慢 你告诉我说 一米 second 我就给你留给 一米 second的那个范围 那你就不能超过 一米 second 你不能说 大部分时候是50micro second 但是有时候会 10米 second 对不起 这个不行了 然后 那记忆体配置呢 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 然后我们这边来看 这边有一些很棒的文章 就是从这个游戏的观点 就电脑游戏 然后那你可能 你可能有听过一个Doom Doom呢 是非常有名的 非常有名的 这个PC Game 1990代 很有名的PC Game 然后这边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这边是一个 站在游戏开发的观点 他想要去了解说 了解说那些机体配置器 然后你看 他这边就讲这句话 就是说呢 像Maylock这样的一个 机体配置器 在现代的处理器 现在的环境 现在的计算环境里面呢 它的这个 worst case performance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东西呢 很难 注意到这个东西 不是难而已 它是超级难 那当然这一个讨论呢 其实有很多瑕疵 但是它这个实验 还是很值得去探讨 它就好奇 它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呢 其实在游戏来讲 其实有大量的 大量的机会 会去配置机体 其实在游戏里面 就会有Game Engine Game Engine 就会有很多小物件 然后会去建立 那也可能会被释放 然后或者说 你用一些物件导向的程序员 其实它也会有 大量的物件建立 跟释放 那这边呢 有几个实作 首先CRT CRT是什么 CRT就是 Microsoft的C long time 最大的不是一目的意思 CRT是C long time 所以最大 这是Microsoft原生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CRT 好 那你看 这个坐标呢 是对数坐标轴 纵轴呢 你看 10nil second在这里 100nil second 一个microsecond 10microsecond 100microsecond 1misecond 注意到 1misecond 这个范围就很大 1misecond 其实这个 冲击就很大 好 然后呢 你看 这个CRT里面 既然呢 其实有好几笔资料呢 是在什么 它是超过100microsecond 注意到CRT 好 那给你看看哦 一些做了效能 效能调教的实作呢 它的表现是这样 像这个 RPMaylock 好 你们发现这件事 RPMaylock来讲话呢 几乎没有 你在这个点里面呢 我们讲几乎没有 是因为有可能看不到 但是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说 几乎你找不到 比100microsecond 大的 再回来看这个原本的图 如果是用这个CRT的话呢 其实在这边会有什么 超过100microsecond 对吧 说不定还有更远的 我们也看到 但是你看到说呢 就是会有超过100microsecond 而且大部分范围呢 你看到在 1microsecond 就是介于100microsecond 跟1microsecond 这边是什么 是大宗 好 那接下来看那个RPMaylock 哦 你发现RPMaylock 它的确呢 也有比较高的 对吧 有10microsecond 但是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厉害的地方 它竟然可以压到 压到100microsecond 再回来看CRT哦 然后你看 这边呢 你看 CRT呢 其实也有100microsecond 对吧 但是呢 它的这个分布 对吧 就很广嘛 甚至到1microsecond 是常见的事情 但是RPMaylock 就就就就就 就就就降低很多了 没有看到 这个就很厉害哦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更 更厉害的 更厉害的 更厉害的叫TLSF 哎 你们看到这两者呢 我讲的厉害在哪里 然后你看 这边讲话呢 如果我们扣掉 上面东西不算的话呢 几乎都在 1microsecond 就是大 绝大多数都 都是在1microsecond的范围 再看是RPMaylock 就C-RT我们不用看它的 因为我们大概了解它的范围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 那个RPMaylock RPMaylock的真的很快 所以你看到 这个100microsecond 以下的其实已经 分布很多 但是呢 这个TLSF呢 这个神奇的地方是什么 它就是 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东西呢 都大部分分布都在 1microsecond 以下 然后呢 然后呢 也有那个 像什么 10个 nail second这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来讲话呢 它的分布呢 就更窄了 对吧 你看这RPMaylock 就它分布呢 其实要从什么 我们姑且叫这个 我们姑且叫这个点 叫做 叫做 20吧 就是 哎 这不是20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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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吧 我们姑且叫这个40 从40microsecond 到底下这个 10nail second 很大的范围 所以RPMaylock呢 它是范围大 当然它的范围 已经比那个 那个CRT小 小太多了 这个就是 那个Microsoft内建的 long time 好 那你可以告诉呢 我刚才讲过了 这个RPMaylock 就是经过 效能调教的版本 但是TLSF呢 它就把那个范围 压得更细 哎 所以你们发现 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看起来厉害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它的 FREE的操作 那FREE的操作 来讲的话 TSF就是 看它的范围 对不对 就是你看看它说 几乎都在什么 都在一microsecond内 那再看那个RPMaylock RPMaylock的话呢 这方面还不错 就是它也 它也可以 它甚至 甚至 甚至它的分布 比那个TLSF更 更漂亮 对不对 就是它的那个 分布 不过的 范围 范围 其实有些地方 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是像CRT呢 哇 你们有看到这个 竟然有些东西 是超过 对不对 像这个点 对不对 这个 这一点 远远超过了 这个100microsecond 然后呢 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这些 不同的机体配置器 就有不同的策略 那如果说 你有写第三周的 测验体的话 你应该有 注意到有一个东西 叫做 J.Millock 那这个J.Millock 是由Facebook赞助的 一个专案 那这个 用的地方很多 刚好呢 这边有几个东西呢 就是 你看到 J.Millock 是Facebook赞助的 Me.Millock 是谁赞助的 是Facebook赞助的 然后 CRT原本 也是Microsoft的 它是比较通用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些机体配置器 它都有个策略 就是说 它能够去 针对不同场景 去调整 那回来看这个TOS TLSF 你会发现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的分布 就是 它的分布 就是很 范围 很密集 不要忘记 这是对数坐标 然后呢 这件事呢 怎么做到的 其实这个 这个学问就很大 然后这个 这个机制呢 我们就像刚才提到 这个TLSF 那接着我们来 来认真来看 这东西在做什么事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 就是我们讲的O1 其实是时间复杂度 不代表说呢 它就是固定时间 对吧 再回来看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对吧 你看到 TLSF呢 其实它是什么呢 它是属于 O1 cost 这边讲的是复杂度 不代表说 它时间是固定的 对吧 显然你看到这张图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所以让我们在Linux kernel里面 不能只讲这个等级 就不讲O1 这个等级 是不够的 你看到 TLSF 它是Big O1 的时间复杂度 但是它依旧有分布 你看到 有趣了 对吧 为什么有分布呢 因为事实上呢 还是有一些 不可控的因素 或者说呢 因为 因为我们在存取机体 其实还是有额外的代价 好 但是呢 这个实作呢 还是很有 很了不起的 就是说呢 它在设计的概念 就是说 它希望让这个Malloc 让它福利 或是realloc 或是做alignalloc 它可以做到这个 长述时间复杂度 注意到我们讲的时间复杂度 是讲复杂度 但是前面是什么 我们讲 在运算的时候 其实有什么 前面会有细数 而且不同项呢 其实可能有各自的 不同的细数 其实这都是我们 真正要去衡量的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它其实它的 那个allhead很低 有些呢 机体配置器呢 像JerryMilk 它其实很有效率 就是它的表现非常好 但是它的allhead 相对比较高 然后那另外一个东西 叫Fragmentation 就是碎片化 那这边东西 在这个 你以前学 那个first fit 还有那个best fit 其实都可以讲 那个frequentation 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系统 存在大量的碎片 首先碎片的话呢 其实就算呢 你整体的空间 空间是够的 但它就会像什么呢 它就会像这个 像 像这个吧 对不对 就是说像这个东西 就是你看我这个 这东西呢 可不可以拿来遮雨 就不行了 因为它其实它表面 表面是一个一个洞 对不对 其实会渗透过去的 所以就导致呢 就算呢 其实这个 泡棉 或是 反正这些东西 就像这种泡棉 它其实有很多空间 对不对 然后但是呢 我不能使用它全部的空间 因为 因为它就一个一个碎片 然后呢 要解决Fermitation呢 其实是很难的事情 然后TLSF呢 有一个重要数学 就是可以去降低这个 就是去降低这个Fermitation 然后它的 我们这边重新实作的版本呢 就是500K以内 可以去实作 然后它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它叫TLSF 所以它就分成两个层级 它会有分Level1跟Level2 Level1呢 是 就是说它会有描述不同的Block 所以就看来会有不同的 依据它的这个SizeRange 然后会有指定不同的Block 然后Level2呢 就是所谓叫FreeList 然后它就会用那个Bmap 讲到这个Bmap 你就想到 这边会不会该不会有那个Bwise的运算 有 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就有 比方说呢 我们这些上课有讲到什么呢 我们讲到 CLZ对不对 CountLeadingZero 这边找得到吗 也有的 然后对不对 这边用到吧 你们看到这个是以什么 以二为底的对数 对吧 以二为底 以二为底 以二为底的X的对数 很难念对不对 去Floor 然后呢 所以看到在这边的讲话呢 这个在做什么之间呢 就是比方说呢 我要知道说呢 从Level1 这些Block 然后对应到呢 底层的这个Bmap 它就有做过 做这个运算 好 那这个东西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我们刚才提到 它是确保呢 是它的时间复达的数是O1 但不代表说它的 它就是长数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们 要求你用语要精准 你说长数时间 对不对 其实这就要是有问题 对不对 你要讲长数时间 复杂度 宁可多写 但不要写什么 不要写那个 让人误解 对不对 因为因为英语的那个 英语的Constant Time 跟汉语的那个 常数时间 其实还是有差别 对吧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还是后面要加度 因为那个就是用语 所以你不能把英语它写什么 然后就直接把它翻成汉语 其实你要看它的一个场景 从这个测试实验 应该就可以 管束到这个差异 好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所以这边 第一棒的话 就是我们来看它的那个原理 然后这个东西呢 竟然跟什么 跟辅典书呢 有很大大的关联 好 首先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呢 TLS呢 它是 它就分成什么 两个不同的Label 对吧 还有Label1是Block Label2呢 是那些Bmap 然后呢 它就要针对不同的Size 去找不同的大小 这就相当于是说 你去图书馆借书 对不对 你要先搞清楚 我借一本书 它是什么分类 对吧 我先了解它的分类 然后呢 我再了解说呢 这个它是在书架子哪一区 对吧 所以其实 它也要做这个策略 那这件事呢 比较困扰的地方在于 它比较 这件事比较困扰的地方在于说呢 其实呢 你是需要 你是需要 这件事要做得非常有效率 好 所以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它这边呢 就是以二为底的那个 以二为底的X的对数 然后取个Floor 好 然后 所以呢 我这个 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到什么指令呢 我可以用到FLS 就是 就是 它对应的话就是 那个CTG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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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ing Zero 就是这个 不是这个东西 C有的Z跟CTG 就是 一个是开头的0 一个是结尾的0 好 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个 然后我们在之前上课有讲过 那个Population Count 那个测验体里面也有 所以就是说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会看到这个什么 看到这个 这些使用 就是它就尽肯去用 这些指令 但主要不是用了这个指令 然后瞬间它就没有成本了 其实不是啊 用这些指令 其实它也有它的代价 但是就是说呢 我们在演算法层级 确保它是Constant Time 好 所以搞清楚啊 我们讲个Big O 是讲等级 不代表说它最终的执行时间 好 那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会涉及到呢 这个Block的对应关系 好 好 那这边呢 它就有一些 有些运算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这边的运算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它几乎呢 都是用整数的运算 好 然后 它就是用整数的 来做到什么 来做 刚才讲那个 浮点数 就是我们最终的 其实还是要浮点数 但是它就把它对应到一个 一个整数范围 好 那接着呢 就是因为它要去找 它对应的这个 FL是什么 就是First Level 然后SL就是Second Level 就是这是First Level 然后另外一个叫SL 就是Second Level 那其实这个东西 都要把它转成那个浮点数 因为其实这个 要去计算它 摆在哪一区 其实需要 在它设计里面 需要浮点数运算 好 所以就会有另外一篇 就跟你讲什么呢 它就是 这个FLOW要怎么去计算 所以它就是 依据不同的范围 所以没看到什么 5、2、4、7 怎么7 这个东西呢 就是IEEE754 所以不要怀疑 你看到画面 长着这样的东西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那些 Esponential 那些Mantisa 然后有一些 相对应的Signbit 所以注意到呢 乍看它完全没有Float 跟 有啦 这个Double 就是乍看它 这边写个Double 但是其实后面的操作是什么 直接操作 直接操作这个浮点数 好 那这样什么好处呢 当然最主要目的就是可以去缩减成本 因为如果说你要透过FPU做运算的话呢 其实这是有代价的 而且就像前面提到 如果在坑统里面呢 其实是不能使用的 浮点数运算的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你可以了解到呢 就是为什么那么采用到数字系统 因为往往呢 你很多时候呢 就是身不由己 因为在坑统里面 很多时候就是会有它的限制 好 那看到这边来讲话呢 希望你了解到说 看到这边我希望你了解到 就是说 为什么一直强调数字系统重要 因为其实刚刚那个东西不难 但是呢 如果你对那些数字系统没有概念的话呢 你可能会绕一大圈 但是就是四倍公半 好 那你先来讲话呢 对这些东西有概念之后呢 你可以更有效地去看待 好 那接着我们要跟大家解释 那个介绍 那个第三周的作业 所提到的Linux Kernel Module 然后我们第三周的那个作业呢 叫做Fibonacci Device Driver 它的那个简称叫做FibDRV DRV呢 在很多时候呢 就是拿来简称叫做Divine Driver 当然这个Driver这个词呢 其实很多领域都有了 像这个资料库也会有Divine Driver 所以其实你还要搞清楚 到底我们讲什么场景 那接下来讲这个Linux Kernel Module 然后 这边呢 我们想做一个示范 示范什么呢 示范呢 可以引力自己的 就是说 我一个Kernel Module 可以挂载到Linux Kernel 但是呢 可以来 可以让你看不到它的行踪 听起来酷对不对 好 然后 这个 这边的套件比较旧啦 如果你有办法改就顺便往改 改到比较新的版本 比方说改到 5.10 5.15 这种版本 好 然后呢 这边就是讲一个套件安装了 那我想这个你写第三周的作业 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 那这边来讲话 请你了解到 就是说 请你避免 避免使用这个SuperUser的权限 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个 shudo 那这个 就是可以切换成SuperUser 然后 但是其实你注意到 就是避免用这个Root输入命令 就是 你可以在某个命令 然后 比方说执行这个shudo 1i 然后 执行这个 给大家看 像我这边来讲话呢 我就输入一个 whom.i 然后就看到我的登录张 然后呢 如果是一个SuperUser的话呢 就变Root 那你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就变SuperUser 你说 这样不是写程式很方便 这东西很危险 如果呢 你滥用这个SuperUser的权限呢 你有可能破坏你的开爆环境 会很麻烦的 那当然你还是可以重新安装 或者自己排除问题 但是就是 会很麻烦 所以就是养成好习惯 好 那今天呢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Know Module 就是你可以 可以写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来 来建一个这样的一个 Know Module 好 简直来给大家看 那 要能写个Hello KDR Hello LKN 咦 抱歉 还错 哎 我的剪贴符 怪怪的 都会贴不到 复制复制复制 复制 复制 好 奇怪怎么那么蠢啊 搞屁 最近的browser很奇怪 好 然后就是呢 这个 这是我们刚才那个Know Module 对 Hello 然后呢 这边有几个东西注意的 就是说Linus Kernel里面呢 不是说讲程式 其实有讲授权 还记得我们在第三周 对不对 第三周有讲那个 讲什么 讲这个 Revolution Always 那一部呢 那一部影片呢 其实给大家 应该会给大家蛮多启发的 然后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说呢 你要了解说呢 授权在Linus Kernel 或者在一个 有规模的 Open Source的专案里面呢 都不是一个 简单的事情 虽然你会来这段课 就说 我只想学技术 但对不起 Linus Kernel 不让你只学技术 这个Module License 是很关键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指定对的话呢 有可能会导致你的Know Module 没办法载录 或者功能 没办法完整运作 再讲一次 这个Module License 它的指定 很关键 如果你没有指定到 合理的 合适的license的话呢 你的Know Module 有可能不能载录 或者载录之后呢 不能发挥完整功能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然后 所以这边呢 请你复习呢 这个前面讲 那个Revolution Always 讲那个 讲那些授权条款 所以这样啊 Linus Kernel不是只让你看技术的 就是它有很多事呢 是 很多事是 要要要要要要要注意的 OK 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这个目录下呢 就有两个档案 对不对 一个Hello打7 一个叫MakeFind 好 好 那这时候呢 终于呢 终于终于终于 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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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抱歉 抱歉 我那个剪贴簿怪怪的 剪贴簿 应该是浏览器的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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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顿了 这个 真讨厌 就是浏览器 停顿的时候呢 会导致有些 会复制不起来 好 那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 我在这台电脑的 就是5.15的Kernel 就编译了 那注意到 你在编译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 画面中这个状况 就是说呢 你的Kernel 是用GCC11编译的 但是呢 目前呢 我使用了 GCC12 然后这个问题呢 这问题呢 在这个等级的状况呢 就在这个等级的 MARCHO其实不会出错 但是在其他的环境 有可能会出错 所以最好你还是什么 就是用一致的配置 好 那这边来讲话呢 我就可以去看那个什么 看那个 看到这个Kernel 这个就挂载 对不对 然后我可以把它卸载 然后那个HELLO 好 然后这个就是卸载跟挂载 这个我想这个很单纯的 好 那这边呢 请你搭配呢 看底下的教材 对不对 底下提到什么呢 这个Linus Kernel Kernel Module Programming Guide 还有这几个部分 然后那个我们 Fibonacci Divide Drive 对不对 我想这个大家 资讯在写 它里面有些缺陷 然后你要去改信它 好 那接着呢 我们要跟他讲东西什么呢 就是 这些东西呢 到底来做什么事 好 我们就来执行看看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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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呢 像之前一样 取出这个FIDRV FIDRV 或者那个 Fibonacci Divide Driver 然后呢 显然呢 我就得到什么呢 我就得到 在这个路径里面呢 我就得到很多个答案 对吧 就是除了我们 真的Kernel Module以外呢 其实有好多个答案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Mod Info Mod Info Mod Info 可以看到什么呢 可以看到这个资讯 然后呢 你看到这个东西呢 就刚刚提到 这个License 就是有这个License 那这个再来是这个简介 那当然这个作者呢 对不对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字样 这个东西呢 是怎么来的 注意到这东西有学问的 这东西学问在哪里呢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建起来 对不对 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 好 然后呢 就是 注意到呢 这上面呢 你看哦 我们在看这个东西 这上面 其实它都是聚集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编译的时候呢 编译的时候呢 我可以指令这个 就是v等1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看到中间的 中间它做了多少命令 就是没有看到 哦 没有 好多好多好多命令 好多好多命令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后面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你后面呢 可以把那个 其中呢 你可以加一个 这个 大1 大1的话可以做什么事呢 就是原本是编译 对吧 原本是编译呢 我把它改成大1之后呢 就会变什么 就会去产生它 产生前置处理器的输出 好 我们来仔细看看 好 那我们一样 我们把这个 先给它一个东西 好 然后呢 注意那个 注意那个 所以你看哦 这一段呢 在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这一段呢 就是说呢 它怎么去 怎么去输出的 对吧 然后就这一段 对吧 然后这一段呢 就是迅速很长对吧 但是不要太慌张 对吧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把它 有些我们可以把它简化 就是你看哦 就是单位 这边有很多flag嘛 对吧 我们可以先把它 先把它 就是 在 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 去把某些flag清掉 你看这个flag就少多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继续类似的 对不对 我就 直接把这个几个flag清掉 好 好 那就更短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 当然你也可以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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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贴上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把那个 原本是 dashc的 然后把它变成 dash1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你就可以去 在编译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 就是 它的那个 产生 它产生出来的 那个 前置处理器 那你就可以做观察 那这个 因为呢 虚拟比较长 我就不列出来 那你观察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说 哦 原来这个macbook是有用途的 好 那所以呢 你看到说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去看它对应的 那个前置处理器的使用 所以像这个 我们可以用那个 moduleinfo那个工具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的 执行党内 就是执行党内部 其实有这个资讯 同样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一个 另外一个工具呢 叫 叫什么呢 叫 object dump readif object dump object dump 什么呢 vibonacciKO 好 然后呢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都看不懂对 没关系 至少有个东西看得懂吧 national stream 成功university 对吧 所以呢 找看呢 这东西哪里会有 这个成功大学 好 那乍看没看到对吧 没关系 我们用这个数据来看 svdrv 然后呢 再找什么 成功 大学的national 没有看到这个 所以你看到这个 它有个什么 author等于 发现什么 这东西呢 肯定呢 肯定有观点 好 然后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它其实呢 就是把这些资讯呢 迁入到 ko党 那注意到ko党呢 虽然它不能直接执行 它需要由kernol去载入 但是我还是可以把它 认作一定程度的 这个执行党 因为它其实 它就是 破真价实的 执行党格式 注意到它的格式 它的格式呢 是EF 就是这个 在Linux来讲 通行的 通用的 这个执行党格式 叫EF 所以呢 其实kernol module本身呢 它也是一个 它也是一循执行党格式 好 那底下呢 就有底下 就还有一件额外的 比方说 kernol支援那些 那些参数 然后最后把这个 开发者资讯带入进去 那就在这边呢 你就需要对这个 编辑器有更多的认知 那甚至你在里面 还会看到什么 像counter这种东西 请你搭配看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讲 那个Linux核心的时候呢 也会花很多力气 来跟你讲这个 前置处理器 那有不理解的部分呢 请你看我们之前讲座 前置处理器篇 好 休息一下 休息到 两腰 两腰 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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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到 收好的程式码 来 签到不是要拿出程式码吗 好 这个 去去看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在Kernel里面 其实就有多这种魔法 就是它会把这些资讯 迁入到执行档 然后最大的这边来讲话呢 你需要了解的议题呢 至少会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呢 就是你要怎么设计一个 介面 就让开发者很容易去封装 封装 对不对 就是说你看 这个 Module License Module Author Module Description 跟这个Version 其实这些资讯呢 其实你要怎么封装 封装呢 让开发者很容易去直接去使用 就是说 你只要能够去 include这个 Linus Module 这个header 然后你就可以用直接资讯 对不对 就是这个第一个层面是封装 注意一下 这东西不容易 这个是 专业跟 注意一下 专业的相反不是业余的嘛 专业的相反是Nothing 就是在资讯科技的领域 专业的颠倒 就是Nothing 不是专业跟业余 对吗 这个 这个 资讯科技就是那么残酷 你说Nothing 我做一个Nothing 我是不是比没有投入的人强 没办法 你说我数学很好 但是你没办法靠数学赚钱 你的数学就是Nothing 对不对 只能证明说 你可以考试考进来 但是你没办法用数学赚到钱 那其实你大概这辈子很难有机会 把你的数学再精进 好 回来 那这个 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 相关的这个具体呢 是定义在这个 Module.h 然后 那但是实际上呢 你看那个内部的实作呢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呢 在 在这CNNM里面呢 有一个section呢 叫做ModuleInfo 好 那我们用那个另外一个工具呢 叫ReadEF Libonacci KO 好 好 那这时候呢 又来 坏掉了 我的剪贴部坏掉很久了 奇怪 617太满 617太满的时候 我遇到这问题 好 好 然后 然后 我们需要 改一下 改成 A 好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呢 就是说 我今天把这个 这个 一个KO档 因为KO档 它其实 它就是货真价实的 货真价实的EF执行档 然后呢 其中里面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 ModuleInfo 它是一个section 就是EF的section 好 注意点好 它是一个EF的section 然后这边呢 可以来夹带一些额外的讯息 好 像以前呢 我们为了要做一些保护啊 就是 就是 呃 像以前我们会把执行档 好 发到客户那边 好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 记录就是说呢 呃 客户执行的时候呢 那个执行档会被修改 好 也就是他 呃 执行一次 两次三次 我们会知道他用了几次 好 那就是因为我们 在他的执行档里面 动点手脚 好 那你说 诶 你说那每次 城市执行的时候 都会连线吗 不会 好 再讲一次 我们会做一件事就是 他每次执行的时候呢 会去修改 那个执行档里面的内容 好 然后因为客户环境 他可能没办法上网 好 但是我要知道 他开了几次 好 那开了几次 跟他付了多少钱 有关啊 就是你懂啊 就是有时候 我们不方便跟客户收钱 好 或者我们要在客户里面 动一点 你懂了 就是 就商务上就有一些 很特殊需求 好 所以有时候呢 我就会去修改 那个EF执行档 把那个用的多少 是count 寄到那个EF执行档里面 那这样的话呢 有一天呢 可以上网 有一天呢 可以传递资料的时候 甚至有一天 我们自己的工程师 拍过去的时候呢 就可以偷偷把那个东西 收集回来 你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侵犯隐私 这个东西 你要问律师啊 对吗 我们是工程师 我们不服 就是那这两件事 所以 但是你作为一个工程师 其实对法律 还有一点干净 我们有问过律师 我们这样做 是不是合理的 其实在那个 我们的 叫做EULA NUse License Agreement 其实就有这件事 可以我们有权利 可以去搜寻客户的资讯 然后同时就说 如果你要做到这件事的话呢 其实你就是要 动到一些selection 那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去 这个技巧 就是说 我们去善用这个部分 所以看 我刚刚讲的三个层次呢 就是第一个呢 就封装 怎么提供个简洁的API 那显然这个API很简洁 第二个就是 为要了解这个 Know Module的行为 你就要了解 这些preposition 请参照我们这个 你所不知道 西元的想做 第三个层面呢 就是Link 就是我们 我们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这个Link 这个Link 呢 强大的 这个 就是呢 你可以去 在里面做一些 很多的操作 然后像以前呢 我还把那个 女孩子的照片 就是那个 一样 就是 就是我们 我们需要一些签章 所以我以前就 随手画一张 画几张图 把这个图 迁入到那个 迁入到那个 知行党里面 就做那个 也就做识别嘛 搞清楚人家拿我的程式码 用去哪里 因为在商务上很多会这样 就是拿你的程式码里面呢 哎呀 这讲起来很难听 但是讲起来很难过 就是把你的程式码 把它可能做一点修改 那修改之后呢 就出货了 那也没有遵守你的 open source license 那也没有找你去做顾问 自以为这样子就行了 所以就要反制它 好 anyway 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呢 以后呢 我们还有机会去探讨 但是从这边来了解 你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要了解Linus Kernel 其实需要很多不同层面的事情 绝对不是只看source code 就像刚才讲到 从第一个API的设计开始 然后前置处理器 再是 再是linker 当然你要认真讲 Copilot当然也是在这里面 缓解一部分 好 那在这个GCC呢 其实它对 抱歉 Linus Kernel对GCC有大量的依赖 所以有些机制呢 是GCC特有的 像这个Counter Counter这东西很酷 就是每次呢 这个具体被用到的时候 它就会加一 然后呢 这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会搭配 我们前面讲过 两个锦号那个东西 搭配两个锦号呢 你可以做什么事 你就可以把那个 你就可以把那个支串 或者把identifier 把它弄得越来越长 那这什么好处呢 就会产生一个不重复的名称 然后有搭配它相关的资讯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合法的 葛诺西的这个程式 然后最终呢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 放于 module info这个section的贬书 然后我们把这个 字里面去指定那些字串 指定那个版本 像这东西 所以最后本 展现这种形式 那这种东西呢 你就要需要对那个 前置处理器有点概念 那就要知道 这个shrinkify 然后跟那个 concantination这个 就是那些操作 然后 那像那个 如果没有那个object dump的话呢 你就可以清楚地去看出来 object dump 又来 可以哦 来 然后呢 虽然一堆东西都看不懂 对不对 没关系 不用慌张 总有可以看得懂嘛 一样你可以找那个 千贡 对不对 千贡跑出来了嘛 national千贡 然后 除了这以外呢 你甚至可以看到版本 然后你就好奇说 那GCC的资讯怎么来的 GCC的资讯呢 其实也是刚才的 对吧 所以你看到 像我这个编译的时候 是什么 是那个GCC12 然后 我们如果用 这台电脑呢 它是用什么编的呢 在电脑的话呢 就是 最近在做实验 所以就是在编译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 你如果开机的时候呢 也可以看到一个讯息 就是它有什么版本 去编译的 那因为 只是我们最近做实验 把那个东西掉了 不过你在电脑 如果执行那个 DuntMation 其实看得到 好 那同样的话呢 你可以在 就是看这个描述 可以知道它 它怎么用 然后 好 那接着我们来解释 那个 Initial 就是Module Initialization 跟Finalization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学问很大 这个学问大在哪里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命令 LSMOD 就是可以印出 系统有多少个Module 我们先把原本的印出来 好 然后接着我挂载 KnowModule 好 我们再把它印出来 好 然后呢 我去 确认说 那个 新的跟旧的 好 那你看到什么呢 看到说 这个 就是我们 撰写的这个 FIP DRB被挂载了 然后 这个东西呢 拿的地方是哪里呢 它有一个use by 注意到 use by呢 这个学问很大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叫做 reference counter reference counter 这就是说呢 我们来看其他的范例 好 你看哦 像这个例子 就是说呢 这个stp呢 被谁使用呢 被bridge使用 然后你看哦 那 LLC呢 被stp使用 好 我们来找找看哦 好 这你看哦 这边呢 我有一个KnowModule 叫breach 好 那breach呢 它是一个基本的 好 所以你看到 我有一个基本的KnowModule 叫breach 然后呢 stp呢 跟LLC呢 虽然你不知道它的用途 但是显然你知道什么 它依赖了谁 stp依赖breach 好 所以你看到 我挂载的时候 必定要什么 breach先挂载 然后接着再挂载stp stp挂载之后呢 才能够挂载 LLC 为什么 因为它有这个相应关系 好 那同理呢 像底下呢 有些 比方说像这种 IPNI 拆了很多的不同module 像这个RAID 你可能有提过 就是RAID 就是跟那个储存有关 那这个储存媒介呢 其实它也需要很多不同的操作 然后呢 那你没有看到XOR 对比方 就是你之前看过那个 exclusiveOR 那这几个操作呢 都跟什么 都跟那个Storage有关 Storage还有加密有关 对比方 还有一个Know Manager 就叫XOR 然后Nian就是 Nian就是你知道那个Nian 就是那个 On的那个Sindy 叫Nian 然后呢 所以呢 在Ninx kernel里面呢 它会有大量的这个 模组化 那模组跟模组之间会有观点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需要描述 那在Know 挂载的时候呢 一样呢 也要透过这个刚刚提到的三个部分 就从这个API封装 然后前置处理器 然后再是Linker 那这边大家讲话呢 就会去检查 就检查说呢 这东西呢 是不是允许让我们挂载 然后之所以呢 可以做到说 避免重复挂载 你看哦 假设我今天重新在 我如果重新挂载Know Manager的话 那因为它已经 它已经挂载过了 所以这边是跟讲什么 这个Know 档 不能挂载 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其实是什么 就跟这个有关 它去 因为一旦SIMBLE挂载到 一旦Know Manager挂载到 这个 Linx Kernel里面呢 它就成为Linx Kernel一部分 所以我们在 那个 Insta Module这个命令呢 会搭配 有一个系统呼叫 也叫Insta Module 那这个Insta Module 这个系统呼叫 跟命令 就是命令用到系统呼叫 然后这个系统呼叫 会去检查 特定的SIMBLE 是否存在于Know 如果已经存在的话呢 就显示这个讯息 对吧 就显示说 它已经存在了 不能挂载了 好 然后 底下呢 就可以做一些实验 你可以去观察 观察它在做什么事 那底下呢 请你 请你对照看 然后我们之后呢 一样呢 会有来写这个Know Module 好 然后呢 你还记得重头戏吧 对不对 重头戏不是就叫做坏事吗 对不对 还记得吗 我们的重头戏 重头戏要做出一个什么 做出一个 可以隐藏自己的 隐藏自己的 这个行踪的Know Module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东西怎么做呢 这东西呢 刚好呢 可以把你前面几周的东西复习 好 这个 有一部电影呢 是李奥纳多 演的那个电影 就是它的叫做Catch Me If You Can 那这个中文叫什么呢 中文叫 神鬼 什么鸟的 忘记了 忘记了 骗名 反正就是那个 以前李奥纳多在20年前 拍了一个电影 就讲说它很厉害 就是说 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孩子 就是他从来没有把书读完过 但是他可以很 很厉害的混 就是在上游世界啊 然后他可以去印钞票啦 然后他 可以甚至卫装自己是一个 那个机师 然后这个真人真实改变的 好 那这个Catch Me If You Can 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说呢 你看哦 我们刚才呢 Fibonacci Driver 之所以不能重复挂载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 我们认得它的存在 那如果呢 我一个Catch Me 它可以呢 偷偷的把自己的名字藏起来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 我今天用LS MOD 我就看不到这个Catch Me 然后呢 我甚至怎样 我甚至 我可以重复挂载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的机制是这样啊 就是呢 因为事实上呢 我们的Catch Me 我们那些Module呢 其实也是用Link List Link List 对标一样啊 就你以前在那个 你以前在第一周看到那个Link List 在这边就用到了 好 所以就是说 我们的Catch Me 其实也是用Link List 去去描述的 好 所以技巧在于什么呢 我们在挂载的时候 我一旦挂载成功的时候呢 我把自己 抽出抽离 好 这件事啊 就是我们的Catch Me 的挂载呢 其实是 是透过Link List 好 所以呢 我只要能够怎样 我只要能够把 呃 一旦我挂载成功的时候 我把自己找出来 好 那把自己找出来 你看 这个Foreach 对不对 有没有很熟悉啊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第一次的作业是Lab Zero 对不对 因为你要对Kerno API熟悉 然后你说 底下有个红灰树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又讲到了 对不对 你说底下还是有些东西 我看不懂 没关系 我们之后可以解释 但是就说呢 请你了解到一个关键 对方是说呢 如果你要做到一个Kerno Module 是可以隐匿自己的行动的话 那你就需要 你就需要 你就需要什么呢 你就需要 你就需要有一个类似的机制 就是你可以去变更 那个 变更Kerno的 它就是描述那些Kerno Module 已经挂载的Kerno Module的那些什么 那个list 所以你看 我们这边就是做一个示范 就是说我们今天去挂载 你看我这边一样会有个.ko的 对吧 我今天可以去挂载它 hidden.ko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去找hidden 就找不到了 更酷的地方是什么 我可以挂载 一次两次 那后面不示范 为什么又可以一直挂载 因为那个Kerno Module就是偷偷的被 加进到Linx Kernel 成为不可分割的 成为Linx Kernel的一部分 还没到不可分割 这个不可分割是中共在讲的 就是说这个 它是成为Linx Kernel一部分 但是因为我们认不得它 为什么又认不得它 因为偷偷的从 ModuleList里面拔除了 然后呢 也因为它不能 就是List看不到怎么办呢 但其实呢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还是有机会看出来的 只是说这就是要迂回的 就是要 又来 哎呀翻了 电脑卡住了 优览器卡住了 好 那呢 其实呢还是可以看出来 但是呢 这就是很迂回 就是你要去找 找这个地址 就是说你要从特定的SIMBOX 然后呢去看什么 去看说它的那个范围 然后那 就是你没办法直接找到那个Hidden 就是说你如果这样找的话呢 其实你 是不能找到Hidden的 但是呢 那如果你可以对这个KnowModule呢 你用那个前面讲的READER EF啦 或者UPJDOWN的工具呢 去推测呢 它载入到机体呢 到哪个位置 那你才能够怎样 才能够知道它在哪边 好 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练习呢 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让你了解到呢 其实我们现在是可以有办法去操控 就是操控KnowModule API 那当然这中间呢 就要对那些 像那个List API有很高的掌握度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有第一周的作业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讲这个 今日的重头戏 绕了一大圈之后呢 终于可以来讲这个Schedule了 好 然后这个录影呢 就比较长了 所以你看到有上中下 这上中下呢 大概都是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 所以算一算要多久呢 算一算大概八九个小时跑不掉 然后这个就是请你搭配这个讲座 那我们这周开始讲Schedule 那下周呢还是有Schedule 就是你懂啊 反正就很多Schedule 然后这里呢 就是请你请你请你 请你那个留意到 就是我们这边讲那个Schedule呢 其实它不是只是Scheduling algorithm那么单纯 你以前在恐龙书学的是 排程器的最小部分 就叫Scheduling algorithm 或者是叫Scheduling policy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整个排程器呢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所以我们先来看那个目标 目标的设定 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说现在的系统呢 其实是多核 那多核的系统呢 其实要考虑因素呢 就非常非常非常广 那你要这边讲的多核 就是说它可能是同值的处理器 也可能是抑制的处理器 以我这台电脑来讲的话呢 你看到吗 在电脑上就是它有32核 对不对 编号0到编号31 总共32核 然后呢 像这台电脑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用这样看的话呢 这样看的话会看到什么呢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像我这台电脑呢 它是什么 它是ARC的架构 叫ARC64 就是那个ARC64 你也可以写ARC64 不过那个在Linux上用的名字 是叫ARC64 那注意到第一个念A表示ARC 第二个表示Architecture 所以你要念ARC 不是念Arch 好 然后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边编号 这ID呢就是什么 0到31 那我们看另外一台电脑 另外一台电脑 另外一台电脑 另外一台电脑的数量呢 就会更多 就是 好慢啊 用电脑来看 电脑看出来 在我的电脑退休前 让它多做一些事啊 然后像这台电脑的话呢 就是 它的CPU就很多了 它到底有多少个CPU呢 它有 它有 224核 对很多CPU 对 但是它的编号呢 依旧也有趣啊 然后你看哦 这边的CPU是这样啊 就是说它有0到223的CPU 然后呢 这边呢 有几个资讯呢 值得一提 你看哦 它总共的CPU数量是224核 那你说这个 这台电脑呢 这么多CPU会很耗电 会 很耗电 它不是耗电而已 它很吵 就是这台电脑 曾经放在那个学生宿舍里面啊 就是给学生 就是厂商送我的这台电脑 然后我就拿去给学生玩 那学生打开的时候 那个室友都崩溃了 那边太吵了 好 那这呢 这个东西是这样啊 你看哦 它的每一个Core 每一个Core上面有四个Thread 就是硬体的执行序 这边不要搞错啊 我们讲Thread了 可以讲说 可以讲是在User Space的Thread 也可以讲Colon Space的Thread 但是这边讲的是什么 是讲处理器上的那个执行序 就是我们称为它Hardware Thread 所以每个Core上面有四个盒 我们来算看哦 四个盒 四个盒 上面有四个盒 四个盒 然后呢 这个四个盒呢 那每个Socket 就是你就想要说 想要什么呢 你就想要说 有一个板子 找个板子给你看 有一个板子 好 比方说呢 你看像我这台电脑 这台就是一个 就是像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开发板 然后这开发板的话 显然它上面有那个风扇 但是它不是GPU啊 它就是 但是它也是很烫 就是这个也是很烫的东西 然后呢 它的散热呢 就做得很复杂 就是你可能看不到细节 但是就是它这个 反正有热嘛 你知道那个运算能力 强到一个等级之后 它就热 然后呢 我们讲了一个Socket 在讲什么事情呢 并不是呢 并不是风扇下面的东西 叫Socket 好不要搞错了 就是风扇它是做散热 所以我们要来看它的结构档 怎么样 它叫做CPUSocket 就是我们刚刚讲 那个风扇 还有散热板 它是在很外围的地方 然后真正讲的东西 要把这个东西打开 所以我刚才也没有开给大家看 就是我刚才只给你看外观 就是你看你家里的那个CPU 它就是外观可能会是这样 然后呢 Socket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呢 Socket就是这个 就是呢 就真的有可以擦脚的 就是那些脚位 那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现在电脑的复杂度很高 就是这个脚位的密密麻麻了 以前呢 可能还可以用那个手动 去调整它的那个 不同脚位的操作 但是现在就难度很高 然后呢 这边呢 在讲的一个 这个Socket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它的每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是当你把那个风扇 风扇跟散热片拆开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像画面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就用一个Socket 然后呢 这上面呢 可以放什么 可以放28核 28核 然后呢 再次是什么呢 再次 再次呢 你系统的这个Socket呢 系统呢 总共有两个Socket 好 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东西叫NUMA 来讲NUMA NUMA NUMA是什么呢 NUMA的东西可好玩啊 NUMA 我们接着来讲那个NUMA 那这时候 这时候请大家打开这个 我们寄给大家的电子书 这个 选修课程的同学应该上周已经拿到了 然后那个旁天同学呢 应该在 3月13号 应该如果你有填表格的话 应该就就拿到了 好 来讲NUMA 好 就是 NUMA呢 它其实是 它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说呢 它是 多核处理器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呢 在多核处理器的 其实它的 它的现在复杂度是很高的 那像画面中这样 这种设计呢 其实有意思的 就是说左边的是SMP 右边的是SMP SMP是什么 对称多核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画面中的这个0,1,2,3 注意到顺序 0,1,2,3 这四个Core 它都是同值的 所以它叫对称多处理器 然后 然后 那你看哦 我们叫对称多处理器呢 我要编号叫什么 Persessor0 右边呢 叫做Persessor1 然后呢注意到呢 左边的这个四个核 存取到同一组机体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编号0 跟编号1 编号2 编号3 其实存取到的机体呢 是同一块 同一块机体 然后呢 同理呢 4567呢 存取到机体是同一块 可是呢 编号4的Core 可不可以存取到 编号 就是左边的那个机体呢 其实呢 是不可以的 就是如果没有中间的 interconnect的串接的话 它是不可以的 所以就像什么呢 就是说你 你就想说这就是黑板 对不对 或是那个 布告栏 对不对 就是你每个班上的都有布告栏 那你班上呢 有四个学生 可以去在黑板上写字 那在布告栏 贴东西 当然你不能彼此冲突 所以注意到 这边呢 就是我们称为它Persessor0 就是它是一个SMP 那右边呢 是另外一个班级 那它有四个学生 然后同样有布告栏 然后有黑板 那当然不能打架 但是如果有事先约定的话 他们可以怎样 他们可以有自己各自的空间 然后呢 NUMA在做什么事呢 NUMA就是把SMP串接起来 好 回来看刚才那台电脑 刚才那台电脑在做什么事情呢 刚才那台电脑呢 就是它有什么 它有两个NUMA Note 也就是它有什么 我们刚才算老半天的东西 就是4乘8 28乘以2 是左边这一块 然后呢 因为它NUMA有两个结点 所以它乘2 好 算完等于 我刚才算错了 多乘2了 半天半天都乘2了 所以这个算完之后呢 是什么 是那个24 所以你看4乘以28乘以2 现在就是得到这个24 就是那个插座 就是NUMA 就是 这两个字是一样的 就是我的NUMA结点 里面有 有个stocking 对应到这张图 就是我NUMA结点有个stocking 那如果对应到实体的配置 大概就这样 那当然在Server的硬体的话 会大一点 就是可能没办法用手指头这样压 就是可能要撑大一点 或是拿一些工具 然后 再给你看一个NUMA 那一台会长得像什么呢 会长得像 实体上 可以看看实体的样子 实体上会是什么 可能找一些厂商的名字 再看看 GIGABYES 这就是GIGABYES 这就是GIGABYES其中一款 一款Server 那它其实就像这样 就是说 左边一个stocking 右边一个stocking 然后中间有一个快速的连接装置 叫做interconnect 这个距离是很关键的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里面有很多know-how 然后注意到它机体的插法 所以就是 这一侧的就会得到 就是你看 这边是一个stocking 这边是另外一个stocking 所以这边的机体就这样插 所以就是这样插 好 你看继续 然后这样插 然后 所以我今天如果没有这样interconnect的话 我core4是没办法存取到左边这一块 那同理这个CP1 也没办法存取到右边这一块 那反过来说有interconnect的话就可以存取 但是它会有距离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什么 我们会有一个偏好 就是说我们在排程的时候 会希望我们要怎么去排 那我们当然希望在本地执行为主 但是如果非不得已 你需要 因为如果说这个percent zero 非常的忙碌的话 我需要把任务搬迁到另外一盒的时候 那这个搬迁的代价就不低了 为什么 因为原本你CPU3上面的任务 它要存取到这边的记忆体 那我今天把CPU3上面的任务搬到CPU7 那我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我能够存取的记忆体 就是远的记忆体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一系列的migration policy 那注意到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写这本书 因为事实上你读的书 也不能说错了 就是算背离这个世界太远了 因为在你身边可及的环境 从你的手表 从你的Apple Watch 从你的iPhone 从你的家里的TV 其实都是多核的 绝大多数都是运算能力到一个等级之后 都是多核的 甚至连那些MicroControl的也走向多核 所以导致说你就不得不要 哎呀不得不要面对这些复杂的东西 对吧 好 然后 继续讲 那么刚才提到就是说 所以我们这个设定是一个很大的设定 但是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就是你从Schedule去切入 因为Schedule的演算 你大概已经知道了 就是Long Robin First In First Out 其实那个不难 就是你从现在开始学没关系 因为你以前学了有一些基本概念 但是我们相当于是通过CPU排程器 去回顾整个Linus Kernel发展 了解它的演化历程 最大就是说你在历史科可能 可能觉得不是很开心的 因为觉得学了很多东西 你就觉得很古老的东西 但这东西不同的吧 我们今天讲的Linus的历史 其实就是这30年以内的事情 更正确来说 就是最主要变化就是发生在这25年之间 这25年之间是Linus Kernel 从这个玩具变成一个真正的业界标准 这就是我们要了解排程器的行为 当然我们这中间要了解很多议题 就是多核处理器的排程是我们很重视的 所以我们从第5周就开始讲了 注意到如果你看我们的课程进度 其实你会发现后面几周也有提到多核 不过后面几周就讲得很细 就是真的可能会要开始动到程式码 除了这以外的话 你要了解这个东西叫CPU Topology CPU Topology要讲什么 就是你要知道 其实你看到的画面中这些存取 其他都有路径的 像这边来讲CPU Zero去存取到机体 这叫什么 叫做Local Access 那如果说CPU One去存取到右边 叫做Remote Access 当然一看就知道右边是远的 但是你也不能全部集中在某一个Persession 这个很慢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困难呢 就是我其实我需要做Migration 我必须要让这个负载要平衡 但是负载平衡的时候呢 其实你会付出一个代价 就是你有可能这个Local Access 也可能太积极了 那此外呢还有一个操作呢 叫做Isolation 就是有时候呢 有些任务呢我不想要被打扰 因为Migrate是很大的代价 有时候我们不希望被打扰 我希望呢可以固定在某一个Core上面 然后呢这样的机制 我们要称为叫做CPU Isolation 但注意到这件事呢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任务可能执行在某一核上面 但你中间又需要存取到科隆的服务 那科隆呢 它可能就不是固定在某一核了 再讲的是 你的任务可能固定在CPU 5上面 但是你中间要存取到系统呼叫 那存取到系统呼叫的时候 有可能会跟CPU 3 CPU 2打交道 那所以呢 这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影响呢可大了 我还记得我们刚才节目讲的 那个real time 这些行为是要可以预测的 其实如果说呢 如果你用Linus来开发这个一个即时系统 其实你就要考虑到多核的影响 主要Linus呢是 发挥多核系统效能 一个很重要的作业系统 但是它中间的规矩很多 考虑一体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讲座 此外呢 你要了解做什么呢 了解这个排程相关的系统构架 即时排程 还有CANU Preemption 主要的这个即时排程 并不是说要拿Linus来做那个控制器 拿来做什么机器手臂才要了解这些事 那些同学说 这个东西不管我事 不是 其实real time scheduling呢 跟很多东西有关 像多媒体 多媒体有关 然后呢 事实上呢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呢 是会有的 所以主要 手机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 真的是 又要马儿好 又要马儿不吃草 要做一对事 要考虑的议题 非常的多元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 215动 215动 唉 台北又下雨了 真讨厌 好 那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的 这个目标的设定 然后 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在讲那个排程器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调到 Curnal Preemption 最后就是说呢 你可能看过一些词汇的定义 但是我们这次是真的要来看细节 就是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学期真的要看这个细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要求大家这个西元的能力都可以提升 因为这西元呢 不是只是 不是只是 认得那个关键字 不是只是 能够刷这个Leak Code 写一个Leak Code的程式而已 我们今天是 看得懂 改得懂 能够怎样 持续进步 才是 才是真的懂程式设计 否则说真的 只是 见赏的话 那跟你以前上郭文课 有什么两样 我不知道你以前 对你的郭文老师有什么意见 我以前意见很多啊 我以前就是 看那个郭文老师就是讲一些古文 然后我说 我就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跟李白一起 吟诗作对啊 然后就是 就是类似这种话 就是 反正因为得罪老师 但是我就很不爽 就是说 一直叫我背古文的东西 然后自己又写不出什么屁 对吧 就是 我不能接受那一次 但是呢 今天来这个Leak Code就不一样了吧 就是 你要怎么知道你自己懂不懂 很简单 你那么改得懂 你改得懂 做进步 被认同 被收入 这就是第一步 这不是了不起的事情 这就是第一步 那你要持续投入 那我希望我们这份课程可以有个机会 让你做到这些事 好 那终于可以认真来讲Schedule在干嘛了 好 然后呢 那这个 我们在下一周 会来认真讲行程 然后就是要 要讲事情还蛮多的 那我们先讲这个Schedule Schedule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 它是个数学的映射关系 那映射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Process 映射到这些Processor Cool 为什么形成的字这么奇怪 为什么叫Process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数学概念 对吧 好我们之前 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我们之前上课有讲过那个 这个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数学关系 我们在讲那个 并行和多指引续程式设计的时候 就讲了 这是当初在1960代 就提出来 那最后这个词呢 那我们要把它翻译成行程 有个关键地方是什么呢 它的行表示已经在执行了 就是你不管讲行程也好 像进程也好 我们在台湾叫做行程 那在中国叫做进程 但是行跟进一定要写 就是这个字一定要写 你绝不能把它叫做 我知道Windows有个翻译叫什么 Windows翻译叫程序 注意到那个翻译是完全错的 因为行程的定义是什么 它就是执行中的程式 所以这个 我们台湾把它翻译成叫行程 那对外把它翻译成进程 其实就描述什么 Running 这件事 但如果说你把它叫程序的话 就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注意到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 就是执行中的 然后 排程器既然做这个对应的话 它就要对应什么 对应一个 就是要映射一个一个的cool 因为在过去的年代呢 是映射到 单一 单一盒 对吧 那么在并行 多程序 程式设计的时候 有跟他讲这个 讲这个 一个illusion 就是讲说那个 我切不同的times 然后但是呢 实际上呢 我要真正要面对的 各位要面对的是 画面中这个东西 你说这个东西 该 该不会只有server用 不是 其实各位的电脑 各位的手机 各位的手机画的图呢 比画面中这个东西还难 还复杂 所以这是一个很荒谬的时代 但是它已经发生了 什么地方荒谬呢 你的手机的运算能力 可能比你的桌上型电脑来得强 你的手机的复杂的程度 不会输给server 这过去觉得是天方夜谈 但现在是发生的事情 对 欢迎来到21世纪 然后呢 我们呢 就是面对这些议题 而生的 因此呢 我们实际上的事情呢 绝对不是只是排成演算法 那么单纯 就是很多同学看到排成 就想要排成演算法 那只是个 连起点都算不上 它只是个排成演算法 所以我们实际上要面对的东西呢 是很多不同的行为 就考虑一下 什么公平 什么公平呢 就是说呢 既然呢 我的kernel是来服务这些应用程式 那我要怎么去 我毕竟要保证一件事 就是说就算你的执行优先权再低 你终究还是要执行得到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 就是 你配这个优先权 然后呢 你终究呢 就算你优先权低 就像我的社会 社会 就是这个 政府对那个 对各位状况一样 对吧 就是不同能力的人 他可能有不同的税负 那如果你的收入太低的话呢 就可能是不需要缴税 那或者说你需要社会救助 这就是 就去考虑到这个 我们家有 状况好的人去支持 状况不好的人 反过说一个人 如果他可以从状况上不好 然后逐步变得越来越好 那中间他该负的责任也是要增加的 好 那同理呢 在排斥7来讲要考虑这种事情 好 那特别这边反映到什么 优先权对应到他占用的时间 占用的资源 我不能让一个资源他很重要 然后把全部资源吃光 一个任务他很重要 然后把全部资源吃掉 也不行 但是呢也不能什么 也不能让一个任务他没有机会执行到 完全没有机会执行到 这也不行了 然后优先权呢 注意到哈 汉语的优先权呢 跟英语的那个优先权的意义其实差异很大 就是我们讲这个优先权呢 就是这个这个 汉语的优先权有时候会被错误的理解 对不对 有请去台北车站台北捷运对不对 那个那个优先座对不对 那个很多人都不做了嘛 所以车厢可能很挤 然后那个位置就空那边 所以你知道你的东西来台湾就扭曲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优先群 英语讲那个priority呢 它其实呢是讲的就是一个比例原则 就是说谁需要这个资源 它讲的是这种原则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汉语来讲 这个优先权有时候会把它当做一个 可能会有错误就是很奇怪的解读 所以就不讲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抢战 那这个抢战呢 其实也是课论里面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呢 其实大部分的排成演算法呢 它都是pre-antive 它就是制约抢战士 抢战士的排成 那这个抢战士的排成呢 就要考虑到说可能时间到了 比方说long robin 时间到了下个任务 或者说呢 我是有优先权 优先权为主 所以我优先权高的任务 可以抢战第一优先权任务 但是不代表第一优先权任务 HTV或是HTVS 这些web的这个client端的connection 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哪些应用程式来处理这些 受理这些伺服剧端的要求 或者说呢 虚拟记忆体对应到实际记忆体 就是映射关系 那如果是hypervisor的话 就是virtual machine 对于硬体之间的映射 然后呢注意到呢 这个 这刚好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 就是这个 这什么呢 就是Compute Science有一个名句 就是说呢 所有存在于Compute Science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一个indirection 这indirection可以是一个 像上面讲的hypervisor 它可以是一个web server 或是一个像schedule这样的东西 它就是中间这一层 所以可以告诉我呢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 所谓的讲schedule 其实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indirection 而且这个indirection 它可以甚至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这都是我们可以关注的议题 然后接着是什么呢 接着是我们讲这个CPU排程器 为什么要特别讲CPU排程器呢 因为linus kernel的排程器多的是 有IoSchedule 也有NetworkSchedule 但是显然IoSchedule跟NetworkSchedule 还有CPUSchedule 它们讲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避免误会的话 我们可以讲CPUSchedule 在linus kernel是用这个词CPUSchedule 那如果说你看恐龙书的话 或是其他类似的教科书 它会讲process schedule 但是在我们这门课 我们会避免讲process schedule 为什么 因为linus kernel最小的排程单元 其实是task 而不是process 当然在不同的作业系统 它会有不同的单元 比方说像FreeBSD FreeBSD的最小排程单元 是thread 执行序 好 然后 呃 排队机本身呢 其实它会消耗资源 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代价越小越好 但是它终究是会有代价的 然后 呃 我们其实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来做观察 就是PUF 你写第一周的作为 应该就观察到这个工具了 就算你自己没用 也看到其他同学在用 好 那这个工具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工具呢 它可以去 呃 建立这个Pipe通讯 这个Pipe是什么呢 好 这个Pipe呢 这Pipe也是很特别的东西 好 好 然后呢 这个Pipe呢 是 呃 它的翻译很多啦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管线 管道 但是请不要翻译 那个 流水线 完全不同的字 就是 我们讲流水线是什么 是 把工资线成不同阶段 那个叫Pipe Line 但这个就是Pipe 好 那这个呢 讲的Pipe呢 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 Unit Direction 就是 它是一个 单一方向的通道 好 那就是 它让两个 行程 可以通讯 所以注意到 它的行为呢 是什么 这叫IPC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注意到 Process这个字呢 Process这个字 行程这个字呢 其实比执行序来得早 所以就算是执行序呢 我们也是用IPC这个字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那Pipe在建什么呢 就是它在两个行程之间呢 可以有一个通讯管道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从Pipe的两端 可以传递资料 这个就是叫Pipe 然后呢 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 当我呢 今天你看到 考虑到有两个东西吧 考虑到什么东西呢 嗯 这什么玩意啊 我不买的吧 什么东西啊 好 就是 好 就我们考虑到两个东西 好 所以这里有 这个Pipe 两端 一个呢 我们叫A好了 一个叫B A呢 可以透过Pipe 传递资料到B 同理呢 B也可以透过Pipe 传递资料到A 然后 那今天这件事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中间这件事呢 其实涉及到Context Switch 这件事啊 就是说我今天透过Pipe 可以建立一个管道 把这个资料从A传递到A 从A传递到B 也可以从B传递到A 但是呢 在传递过程中呢 其实就涉入到一个关键问题 叫什么呢 就叫Context Switch 为什么呢 诶 为什么这件事跟Context Switch有关呢 因为 你把A传递给B的时候呢 是不是A要把 资料放到某一个地方 那B呢 要把这个资料读出来 所以呢 A呢 把资料传递到 准备资料传递到 复制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呢 对不对 其实就要切换到B了 那同理 B要传递任务到A的时候呢 其实也会触发Context Switch 所以呢 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 排程器呢 在中间就来回奔波 所以就这样啊 如果要测量Context Switch 最直接的方式 其实就是运用Pipe 所以就这样啊 就是要怎么测量呢 其实你不见得要修改Kernel 就可以做测量 反过就算你修改Kernel 我们会担心你修改Kernel 是不是有效的 所以搞清楚这件事 好 那这边呢 就可以来做这个测量 所以可以看到统计值 就是呢 这个什么 就是 每秒可以处理 在我这台电脑 可以处理4万 4万多个 什么 那个Pipe的操作 换言之就是 因为切换了 就可以看到这个什么 可以看到这个Country Switch 好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呢 像我们刚才展示给大家看的 就是假设我今天想要把一个任务 固定在某一个Core上面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工具叫Task Task Set Task Set 好 注意看这个东西 Task Set 那它这个说明呢 很难懂 就是这个设定叫Affinity 那这个Affinity呢 这个字很不好翻 就是 你去查字典它可以跟你讲说它是吸引力的意思 然后 它就是一个趋向 好 那这个CPUAffinity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呢 我可以去指定了 因为 我们考虑到 多核处理器的公平 考虑到 过核处理器的这个使用状况呢 我往往呢 会希望说可以在 在不同的Core之间Migrate 对吧 因为我们不希望让某一个Core 忙碌非常忙碌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呢 它某一个 就是有时候我们就希望某一个任务呢 它可以绑住在某一个Core上面 所以注意要看这一句话 就是说我希望呢 它可以 某个任务可以绑在某个CPU上面 帅吧 好 然后呢 那现在呢 我们就做一个试验 就是说做什么试验呢 就是说原本呢 我去从A到B B到A 我做这个试验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Pipe的试验 然后呢 我现在在执行的时候 我把那个任务呢 把它绑定在一个 呃 其实也不是绑定 就是它拼号呢 用拼号 拼号的点 这个来执行 注意到在里面有指定的时候呢 在里面有指定那个 CPU Set的时候呢 注意到 当里面有指定CPU Set的时候呢 你预设呢 是所有的CPU都可以 都可以Migrate 都可以Migrate 但是呢我今天把它 把它限定在某个CPU的时候呢 你发现什么 哎 某个成本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时间成本呢 从这个 原本呢 要21Microsecond 对吧 上面 每一个操作要21Microsecond 大幅的降低成11.59Microsecond 为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过程中就是 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排成器 所以注意到 这才是我们真正在意的排成器 就是排成器 也算是一回事 对吧 但是呢我们这些排成器呢 其实需要考虑到像这个多核 还有不同的议题 不是说多核才是排成器的 对我们要考虑到非常多的议题 然后 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边注意到这些东西 就我们刚刚做的实验呢 其实是在测量 Country Switch Country Switch的表现 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在Core之间就去做切换 跟限定在同一个Core 其实它的行为是不同的 那注意到我们这边的测试呢 不严谨 其实我如果要做这个严谨的测试的话呢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统计 这是为什么第一周呢 我会出一个Nable Zero 你看到我们Nable Zero 第一周呢 有多少同学在写呢 有一百多个同学在提交嘛 因为很多同学都说 我想要好好地来学这么课 那你到了第三个作业的时候 就发现 好像人数差很多了 就进入半 就是进入两次的 半摔起的 就人数的 对不对 减半再减半 好 但没关系 各位之所以坚持到现在呢 我相信各位的 各位的 就是 各位的对自己的期许嘛 这是好事嘛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就是说呢 我们其实呢 要做严谨的分析呢 是很困难的 我们先来做一些 先做一个试验 做一些观察 然后 从中去佐证一些 你的认知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呃 我希望呢 你来这门课呢 其实 对于其他的领域也可以帮助 比方说呢 像这个 像 呃 像很多科技公司啊 很喜欢出这个题目啊 就问了 go routine go routine 它里面schedule 它的行为是什么 如果你上过这门课之后呢 这个问题超好回答的 就是 因为go routine的行为 它是一个user level user level的scheduling 然后 所以你要特别去考虑 是像什么系统部件 这种问题啊 然后 当然我们这边 讲的这个schedule 就是复杂的 却觉得 要考虑东西很多嘛 好 然后呢 我们要考虑一个schedule 的时候呢 要考虑的议题呢 就是 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 去思考 其实在 schedule里面呢 它的 lock 的代价是 是很高的 不是高而已 是非常高的 好 我举个例子来给大家看 好 例如说呢 这个是 Linx Kernel source code 然后 它是 即将发布的6.3 就是现在是 6.3 6.3 6.3 RC2 是3月12号 就是那个 然后呢 Linx Kernel的schedule source code 在哪里呢 在这个目录 就是在 Kernel schedule 就是Linx Kernel的那个 Repository的名字叫做Linus 然后它的有个目录叫Kernel 那Kernel底下有个目录叫Schedule 然后这里面的档案呢 非常非常疯狂 2千 不是 2万7千 2万7千 27k 有没有觉得很可怕 今天不学 明天会更难 所以拜托不要跟我讲说 老师你明年会不会开课 你跟我说 我这学习好忙 但是我好想学 好想学就来 明年会不会开课 但是我以为要保证 谁会保证 可以保证 一定可以活到明年 这很难讲 对不对 我只能讲说 活到明年的几率 不低 那不能说 不能保证 一百之二百法 是吗 这样讲反而不开许 然后 27k 然后更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去搜寻 光搜寻Lock就好了 光搜寻Lock 你就看到一堆Lock了 有多少个Lock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什么数字啊 对不对 人家说十万个为什么 对不对 你看到Lock出现了十万次 而且更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光看Lock都不够了 还要看什么 Otomic吧 Otomic也要看 所以Otomic看起来 这个数量也不低 Otomic Operation 我们这些上课有 第四周上课有讲过什么 Otomic Operation 对不对 第三周第四周有讲到 Otomic Operation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 在Schedule 不是全部的Schedule 只在Schedule这两万七千行 里面就出现八千多次 Lock出现十万次 对不对 有没有一个荒谬的多 然后呢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高的代价 而且一直到今天 这个东西都还在疯狂的改 不是改而已 是疯狂的改 因为呢 太多问题要去考虑了 很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改动 那个Schedule目录的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 而且你会看到 很多都是手面孔 像这个Peter Peter 是Kerno Schedule的共同维护者之一 那英国也是 英国也是 然后像这个的话 就是在Aum工作的 是Winston 然后像这个在华为 然后 就是反正你过年十六块 Bidance 对Bidance这几年 对Kerno有很大贡献 然后像这个是 那个麒麟 中国的麒麟 然后Oracle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Google的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在Intel吧 这个Google的 好 所以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棍中 其实是 是真的很不容易 对吧 就是有 蛮多议题要考虑的 然后 所以人家知道 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在讲Schedule之前 目前要讲那个 并行量多指令续层设计 因为Kerno Schedule是大量的Locking 为什么大量的Locking呢 因为我们其实是 我们是在不同的核 所以就这样 回来看这张图 就是Kerno是一个 整体性的一个规划 就是说 Kerno在 这些任务的规划的时候 他是要考虑到 不同核的行为 然后 考虑到不同核的行为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Kerno是一个 整体性的规划 所以我们其实不是 只在于说 你今天 能够怎么执行任务 怎么提供系统裤教 不是只在于这件事 像刚刚提到 Locking 然后 刚刚前面讲到 像Numa架构 其实都是Kerno要 要关注的议题 然后 为什么Kerno里面 有大量Locking 不是Kerno目录而已 是Schedule里面 为什么有大量Locking 因为 其实 我们在每个 cool上面 都有一个对应的Rong Queue 这边Rong Queue 就是以前在 作业系统的书籍 可以学过的 不过没学过 没关系 你知道 就是说 有点像排队 对吧 就是我其实 当下CPU 其实 每一个CPU 当下 它要挑出一个任务来执行 但是 已经在 我会区分说 已经在执行的 还有即将要执行的 对吧 男同学 应该很理解吧 就是 每一个小便斗 用厕所来比喻的话 每个小便斗就是一个 每个cool 那当下就是 至多一个人用 对吧 两个人用怪怪的 就是至多一个人用 然后当然也可能 也可能资源 可能闲置 但是后面就要排队 那你排队的时候 对吧 男孩子排队跟女孩子 排队不同 女孩子排队就是 会乖乖的 在门口前面排 对吧 然后看到哪一间厕所 有的用 就去 递补上去 所以女孩子的厕所 比较像 Global Run Queue 就是说 厕所有不同的隔间 女侧有不同的隔间 然后女孩子都乖乖的 在外面等 虽然队伍排的很长 但是基本上会乖乖的等 男生不是啊 男生就是看到一个 我还第四手 我一定搞不清楚我第一手 但是那个 反正厂商很开心 就顺利结案 那就邀请我去 那就带我去 那什么海派 金钱包装的地方 但是我十几年前 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 然后呢 那我也是很好奇 也很新奇 因为心里有点期待 但现在就没有了 就是这样的那种期待 然后那个少爷 我那个少爷就 就喝酒嘛 喝酒了吃东西 然后我就想去上厕所 就那个少爷在干嘛 少爷就蹲在旁边 哇 你知道吗 那个压力很大 他就是 他就服务你 就是 给你什么热毛巾什么鬼 他就蹲你旁边 好 anyway 就是你想要 一堆人蹲在你后面这样子 好 这个run cue 然后呢 这个run cue呢 之所以需要luck 之所以需要luck 对吧 需要luck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呃 要去确保说 每一个run cue呢 是独立可以 行为是正确的 好 但是呢 又要能够了解说呢 前面讲的那些什么公平啊 了解到那个 呃 那个什么 优先权 了解到那个资源的对应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好 然后跟你讲个更悲剧的地方是 这件事越来越难 好 再讲一下 今天不学呢 明天会更难啊 所以这个 反正就尽量学到 你学到剩多少 因为这件事真的很麻烦 好 那再来继续看 然后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呢 什么样的资料结构呢 去主持run cue 这个是一个很大一大的试问 尼斯科诺一直在过往呢 其实都一直在转变 像尼斯科诺呢 现在呢 会用这个 其中一个实作呢 会用红黑树 但是呢 在某些场景来讲 它可能会 改用不同的结构 甚至 link list 都可能会拿来用 对你有没有听错啊 link list 也可以拿来做 那个 来做排成器 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比方说有一个专业呢 它叫Calculate Calculate这个专业呢 它已经有一阵子没有维护了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东西很有趣 这个Calculate 这个Calculate是什么呢 它是建构在 linx kernel的CFS之上 然后它的想法是呢 它把FreeBSD FreeBSD的一些排成的想法 FreeBSD的排成器叫ULE 把ULE的想法呢 带到CFS之上 但是又不是把它重写 我们之后会看到一篇论文 另外一篇论文 是把那个 Linx kernel的排成器掏空 然后把FreeBSD的排成器把它搬过来 然后 反正就做 这种研究 其实很多人做了 就是那个 实验方式很不同 然后呢 这有一个 等一下 这个页面不见了 不见了 不见了 或者比较麻烦的那种 有时候网站 你懂啊 就会这样不见了 然后 Calculate 就是这个 滑雪桥 Calculate 噢 因为原作者没有在维护了 但是这个还是值得一提 好的 原作者不维护了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在 Linux的CFS 刚刚讲的预设的排成器 它是用红黑数 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Calculate 它做一件事 它用Link List 好 来去描述那些 要排成的任务 好 那这边呢 你会看到一个字呢 叫做Schedule Entity 你先把那个 关键字把它记下来 就是 事实上我们的排成器 会分好几个层次 那不过你可以先粗略的把它 粗略的 规类说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 等待要执行的Line Queue 让我们描述 就是你可以先把 这个东西把它当做Task 所以就是说 这是不精准的认知啊 因为Schedule分好几层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很精准 好 然后呢 你看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是 但是 把红黑树换成Link List 之后呢 诶 这个Schedule呢 宣称什么 宣称它的 Interactivity 有机会提升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不对 就是你会觉得说 Link List看起来很单纯 然后可能有什么效率问题 然后你写第一周的作业 你会觉得很烦 对不对 但是呢 的确呢 有些场景它用得到 对吧 然后反过来说呢 你会觉得 那个红黑树不是 那个 不是它的时间复杂度 不是什么 那个 就是 Insert Search 还有Remove 对不对 都是什么 是那个 Log End 对不对 那个时间复杂度比那个 BigOn的Link List来得好 但是它有前提的 前提是什么 是那个 因为它是BigOn 对吧 就是 或是BigO Log End 那你会觉得等级不同 对等级不同 但是问题要看任务 如果呢 你的任务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 总量是很少的 什么时候总量会少呢 像 像一些迁入式装置 它其实它的 需要值钱的任务很少 像我以前 我有做过一款 手机 突然这边没有找到 就是 它有点像 有点像这个东西 就我以前有做过一款手机 当然不是这个 我手机丢到办公室里面 就是 古董里面 如果下次有机会来 我办公室我可以找给你看 就是说 像我这边 就有一个开发板 以前的手机的面板很小 就大概那么大 它的解析度是 176x220 这样的一个解析度 然后呢 在以前那个 我以前有做过一款手机 是在什么时候出货的 2005年吧 2004年设计 2005年出货 2005年出货 就应该是这个 2005年跟2006年出货 然后卖的还可以 然后那时候呢 它整支手机上呢 它就执行 那总共的任务只有16个 所以你看哦 如果你的任务呢 从头到尾只有16个 你用红灰树呢 效率比较好 高呢 还是用那个link list 效率比较高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link list 比较高 所以其实这就是 一个取舍 然后呢 各位也要注意到一件事 能够改的动 schedule 的开发者 其实不多了 就是刚才展示给大家看 就来自Google的啦 来自intel的啦 来自on的啦 来自rehead啦 来自那个Bitense Bitense是这几年 Bitense这几年真的很 很积极 就是算公司在做抖音 你很看不起的产品 但是它技术是很深根的 然后呢 这个 就全身能够改的动 改的动 那个schedule的公司 真的没几家 然后呢 你看这几家公司呢 都有个共同点 对不对 它自己有云端服务 或者它要做 它真的获利是大规模的 所以 Linux Kernel的schedule发展 其实 有一个隐忧 就是说呢 因为毕竟 真正能够赚大钱的机会 是在云端 是在那些Data Center 可以赚大钱 对不对 你看intel intel真正营收 主要的营收 其实来自Server side 就那些Server 跟Data Center 在某些产品呢 其实它很难赚了 intel很想要做手机的领域 但是显然它这个不成功 对不对 然后呢intel呢 在PC市场呢 虽然还是很辉煌 但是它的获利其实 大幅的缩减 你可以去看 intel去年的财报 还有一些市场数据 其实PC的那个出入量 是大幅的缩减 那反过来说 有些后期之秀 像那个Apple Apple Silicon Apple Silicon 它的那个 反而在 在那个市场上 有一定的这个 有一定的这个成长 好 然后 Linus Kernel的引诱 就在于说 因为就是 这些公司 贡献Kernel公司 其实他们着重的就是 那些Data Center 那些Server的应用 所以反而一些Desktop的应用呢 其实是一直 一直是Linus Kernel 一个很大的罩门 然后 Linus Kernel的解决方法呢 其实很迂回 夺迂回呢 你可以看那个书本上的第四章 是第四章 第五章 好吧 第五章 因为我有改过章节 好 在第五章呢 你可以看到说 在 第五章讲到什么东西呢 叫做Customization 然后这个东西 很麻烦 就是这个 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说 我们在第二章 到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就跟你讲 Kernel的排程器 但是呢 真正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我们或多或少 都要去 去调整 然后我们调整方式有几个方式 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 西的胡椒 去调整 特定的行程的行为 比方说 我可以去调整NICE NICE 就是对应到这个 行程的优先权 然后呢 那我也可以去改变这个Priority 那你说这两个东西差别在哪里 NICE只管的是行程 那Priority的话呢 就是 它可以 可以像指定说 像那个 特定的那个Thread 也可以 也可以调整 所以就说呢 那 因为在Linux来讲的话 Process跟Thread 是没有很写著区分的 其实它就是 统称叫做Task 然后 那NICE呢 是来自 Unix的时代 就是那个时代 其实一开始 也只有Process 那后来Linux 把这个Thread加进来 然后反正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 不同层次的那个调整 那过程中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StateAffinity 跟这个GetAffinity 去指定我这个特定的Process 或者特定的Thread 要指定在特定的Cool上面去执行 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最佳化 而不是 客制化 客制化就是使用跟排程有关的系统胡椒 但是呢 这个东西的效果通常很有限 为什么 因为 因为Kernel就是很奇怪 好 Kernel我怎么说奇怪呢 因为其实你需要 你需要了解 Kernel一些机制 好 例如说呢 又是手机 手机的话呢 像Android手机呢 它会有个东西 它会有个东西叫C Group C Group 要加S C Groups 好 注意到呢 就是你看到 画面中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什么 这是画面中是浏览器的画面 那我现在尝试打开一个分页 那因为我的电脑比较吃力 毕竟已经快11年了 所以开这个执行新的城市比较吃力 但是还是一个好电脑的 比如说 我很喜欢这台电脑 然后呢 这台电脑呢 在刚才我讲话的当下做了非常多事 那你看哦 我们画面中这个是一个浏览器的视窗 那这个浏览器的视窗里面呢 就可以有不同的分页 对吧 不同的分页 那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分页里面呢 其实呢 它到底对应到几个行程 是很难说的 因为 每一个分页 它可以是独立的process 而且呢 process跟process之前呢 它可能还依赖一些 额外的process来做沟通 像什么呢 像是做render 就是你要把这个画面画到萤幕上 其实你需要一个专门的一个thread 或是专门的process去render 然后呢 你需要接受网路风包 那这个网路风包呢 也需要额外的一个thread 或是额外的process去处理 此外呢 你还做什么事情呢 你应该有这种经验 就是你开一个网易 如果开太久 那你可能把Klone Browser 或是Opera 或是Firebox 它可能会卡一阵子 尤其在越旧电脑越明显 它会卡一阵子 那卡一阵子之后呢 那个系统会弹出一个视窗 说这个分页 载路过久 那你是不是要继续执行 你可以选择关闭 也可以选择继续执行 那你们想过那个视窗怎么弹出来的 那个视窗呢 显然就不能原本的程式 对吧 因为原本程式已经忙到不可开交了 所以它没办法弹出一个视窗 显然就需要额外的程式去协助你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其实呢 有很多程式呢 它是相关的 像我们画面中这个browser 这个画面 你看起来是一个画面 你看起来是一个程式 但它可能是一堆process 一堆thread 的组合 然后呢 排成的时候呢 其实就希望呢 排成的时候是针对一系列的东西去排成 然后这边就讲到一个观念 就是一个概念呢 叫seed group 就是我希望排成的时候呢 就是整批的排成 我不是只排一个任务 虽然呢排成器每次呢 针对每一核呢 总是挑出下一个任务 最大排成器的责任一样 是挑出下一个要执行任务 但是呢在排成的时候呢 我希望呢 希望呢 有一个描述 描述呢 他之前的观点 所以你可以去规划说这样的group 所以像Android里面呢 就会有这样东西 真的什么呢 就是你去描述他 哪些东西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seed group Duck Jason去描述说 我哪一个任务执行的时候呢 应该要在一起 对吧 像我女儿现在读书嘛 他就会讲他小圈圈 他的小圈圈就是 某某女生 然后他说 某某男生也可以 但是另外一个男生不可以哦 然后或者说呢 另外一个男生 你懂的是 他跟A男生 他比较喜欢A男生 但是A男生很喜欢B男生 就喜欢跟B男生一起玩 但是我女儿就可能讨厌B男生 但我女儿喜欢A男生 但是A跟B又喜欢一起玩 所以他们一起玩的时候 我女儿就不开心 就觉得 因为他想跟A一起玩 但他讨厌B 对吧 所以我女儿在里面排成的人 就会有一套想法 那同理啊 这个排成人来讲 也会有这种状况 就是说 我今天是一个浏览器 以Google来讲 浏览器当然重要 不然 不然他广告费怎么赚 对吧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浏览器 要执行的好好的 但是呢 该有东西还是不能少 对吧 比方说呢 各位打开YouTube服务就知道 对吧 就是影片呢 可能会停顿 但是广告的不停顿 对吧 广告七早八的给你抓下来 给你好好的给你展现 对吧 你自己想看的那些streaming data 可能有时候断断续续的 有时候很不顺畅 但是Google的广告 对吧 该冒出来就冒出来 然后该盖台就要盖台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他就必须势必要一些相关的描述 然后呢 Google的Android 就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然后这个东西 对应到底层的机制就是C Group 然后你看哦 我们把这样东西的称为叫什么 叫做Group Scheduling 那你说 我以前在学作业系统的书籍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讲到这句话呢 为什么呢 就是 就是不存在嘛 对吧 就是这东西复杂嘛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额外的一体要了解 好 休息一下 休息休息休息 休息到哪里了 休息到 哎哟 中断了 没关系 休息到 2点 3 5 不是3 3 5 5 哎呀 电脑扛不住了 哎哟难过啊 可是用了4 好 继续 继续 好 我们刚才休息前呢 就举这个 呃 不是这个 把一些分析关掉 就是 我们刚才在休息前呢 我们举了 那个CACREIT 那个例子对吧 就是跟你说呢 其实 其实 选择 资料结构呢 其实是跟场景有很大的关联 好 然后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在Linx Kernel的发展过程中 其实也 有很大的这个 调整 对吧 然后 呃 甚至呢 不是只是Linx Kernel 也好 像我们刚才讲的CGOOP 对不对 像这种分类的问题 那这个是在 呃 Android也好啦 或是在 Server的应用 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另外这样结束了 没有 后面还有很多东西 就是后面还有个东西叫什么 会有Budget 就是那种 呃 就是那种预算的概念 哦 就说呢 我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可以针对不同的group呢 会有 不同的utilization 哦 好 所以你看哦 像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我们就直接做一个实验 但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上做实验 注意到你要排出一些干脑 尽量把你的电脑的 呃 电脑的一些程式关掉 不然那个 因为现在电脑有些程式很可怕 像那Chrome Chrome这个东西 我就很讨厌 我上次改它已经是 我上次改Chrome Browser 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 这台电脑很吃力 所以 可能 看起来可能之后要改 好 就说呢 现在有些程式你会觉得是一个 然后Chrome Browser 你会觉得是一个 但不是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怪兽 它会把你的系统资源吃的 吃干马尽 对不对 好 更可怕了 反正 Anyway 就是说 你要讲话让你的环境单纯一点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在这个第五章呢 讲这个Customization 会讲的像那个C group 会讲这种 你怎么去 去规划啦 此外呢 还会跟你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怎么去客制化 然后甚至呢 是CFS本身 它也可以去调整 这边呢 调整的东西呢 很多 我们来看看 就是有个东西 有个命令叫 SYCTL 那这个命令在做什么事情 这就是 在做那个 切成Super User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 画面中有 这么多 这么多部分可以让你调整 这个还不是全部 这是一部分 然后有些选项呢 你光看名词就觉得很奇怪 比方说Energy Aware 对 不要怀疑那就跟 功耗有关 但这边功耗呢 跟想的功耗不同 总之就是说 在排程的时候 有考虑到 能源的效率 而且呢 我们在排程的时候呢 还可以做一些统计 然后呢 里面会有一些神奇数字 那就跟它的范围有关 甚至还有一个Bandwidth 这个频宽 不是网路才有频宽的 排程器里面也有频宽的 所以这里是为什么 你用自己浅词要很小心 很多人都 尤其是对岸 你知道对岸就很浮躁 我刚才讲过 那边很多996 那时间到了 把东西做完 就退休了 或是赶快落跑了 那也不会想到一个词汇 或者一个用语有没有精准 但是我们台湾的工程师不一样 各位应该会工作久一点 对吧 你词汇突然比特币大涨 让你可以找你收工 否则你既然工作时间比较长 所以有些用字浅词也小心一点 好 那这个底下就跟你讲说 它怎么去调整 那当然你需要对前面有比较多认识 这样调整才有用 我只想提醒你说 真正我们去使用Linus kernel的排程器的时候 并不见得一定要改修改非常多程式 而是你要能够改这些值 所以要改这些值很重要 例如我刚才前面不是讲过 台大电子还有一些公司找一堂顾问 你说我工作内容有部分在做什么 讲起来丢脸 我的工作有一部分在改这个东西 就是把 把 把这个什么4194 3 4改成一个22679 那为什么要22679而不是4194 3.4 对不起那就know how 不是我不愿意讲的吧 晚一点才告诉你 好 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要改这些东西 那改这些东西怎么改呢 其实这个不是Google搜寻 就是要依据系统的行为 比方说我们要去看一个机械手臂 跟它在意的事情 或者说有些系统它是又要做即时的运算 就是那些像那些 像我之前有做过一些就是跟iPhone的 这个比较敏感 但你可以理解 iPhone的供应商 就iPhone的整个生产链 就是生产 那个什么 就是供应链 供应的一环 那可能要生产一些比较敏感 我不能讲的东西 就是一些 一些元件 那这些元件的量率必须非常高 那所以它需要很多的检测 然后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Apple就直接跟这个厂商说 我们就是要用Linus 酷吧 就是Apple直接讲的 那当然厂商就很紧张 说我要Linus 可是我们公司没有人收Linus 那就跑去乘搭找某某人 所以我又多一个外快可以赚 那所以那时候就要考虑到很多事 就是说因为Apple有些要求 Apple对某些东西有要求 然后我们又要做某些事情 那所以其实 就要考虑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最麻烦的就是说 它要有即时任务要做 也有一般任务要做 然后系统可能会有不同的玩仔 所以你要让它 就是重要任务可以被执行 然后要考虑到整体公平 然后总之我希望你在排程器的这一个单元 要理解的是它是一个长节动作 而且会改 就是这个东西一直在改 我们再切回去刚才看那个目录 东西很可怕 就是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 可怕的地方在说 你光看这个目录就好了 这个目录呢 其实它虽然没有其他目录那么频繁 但是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改一下 你看3月不算的话 你看2月 2月做这个修改 然后呢这个什么1月1月改 然后呢麻烦的地方是呢 客户在改版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它会 因为开发者在意的点不同 所以有可能你升到新版的时候呢 你过去做那些调整 对不起要重来 或是过去做那些调整 它可能在新版是没有效的 那现在新版呢可能有些新的机制 比方说我们在这边找 比方说叫Course Schedule 像这个是在 这是哪一个版本呢 这个是在 2021年有个很重要的机制 叫Course Schedule 这我们之后也会讲 那Course Schedule呢 其实考虑到什么事情呢 它就不是让任务变快而已 它其实考虑到是安全 就是其实这个Course Schedule 你加入到核心之后呢 其实你的运算速度会 就是执行的时间会 成本会比较大 但是它可以去防范一些 side-chain attack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讲 很多来上这门课 都会说 我重视了什么效能最佳化 改进效能 就是很多同学对新的会上写 那不够 改进效能只是一环而已 我们要考虑到 我又要安全 要考虑到效能 还要考虑到 比方说我的maintainance 就是我整个系统怎么维护 怎么设定一个界面 让它更有效力的去存取 这些都是一系列非常多的议题 好 然后再回来看刚才这个部分 所以注意到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说 拍人器它就是一个极大层的 你过去学在恐龙书 或者类似的书本 其实只是学的其中一环 但是我们实际上 在这个schedule里面 它极大层要思考非常多的议题 然后不同场景 就有不同的事情要做 然后更酷的地方是 各位越慢做 要管的事情就越多了 以这支手机来讲 对吧 手机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可以低功耗 对吧 但是我又要高的什么 吞吐量 注意到三跟四其实都会冲突 你功耗又要低 吞吐量又大 对吧 又要马俄不吃草 又要马俄跑得好 对吧 这个听起来很荒谬 对不对 听起来矛盾 但是对不起 就是要 因为这就是手机评比 尤其Android手机 iPhone好歹可以靠信仰在卖 对吧 每次Apple出了新的手机 对吧 各位果粉就会去买新的 但是Android手机很难 Android手机就是安兔兔 或是一些Benchmark 跑完 然后开始有各式评比 因为说这个差异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显著 对吧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些排程目标 其实有很多它是会是冲突的 然后 所以我们要先做分类 分类完呢 要去思考说 我们到底要面对什么样的任务 去调整 然后甚至呢 甚至考虑要什么 刚刚刚提到那个 跟能源效率有关的 所以在Ninus核心里面 从Ninus核心里面 从Ninus核心里面 5.0开始加入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叫什么 叫Energy Aware Scheduling 如果呢 大家以后去 刚好有机会去Google Google Silicon 去Qualcomm 去MediaTech 去Intel 那你很可能就会做到ES 因为这个页面的东西呢 它就很广泛 你要思考的议题 就很多元 我们来快速看 到底有多元 有多奇特呢 首先呢 你要了解一个很关键问题 就是你要先了解它的出发点 就是PowerConsumption 它最初是来自什么呢 来自像这种Desktop这种环境 那后来呢 像LightType 这还是有差别的 这是桌上型电脑 然后LightType是C上型电脑 就是这个 就是 但我觉得很尴尬的没有 就是 你会说叫做笔电 但你不会说吸电 但是其实它是C上型电脑 好 这叫做上型电脑 这叫C上型电脑 注意到它的本意 所以我觉得讲C上型电脑 还是比较合理的 对不对 尤其你把它叫笔记本 那边听起来怪怪的 对不对 有笔记本多的是啊 对 这个听起来很混淆 好 总之就是说一个是桌上型电脑 一个是C上型电脑 好 最重要它的本意是这个 然后呢 这是一个出发点 但是真正的后来 我们在意东西很多的是 比方说像这个 Android的手机 那显然它就是 它要管的范畴就不同了 然后呢 在这个 Android呢 在2011年的时候呢 提出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突破 叫Big Little 那这个Big Little呢 尝试要去解决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 又要马尔好 又要马尔不吃草 所以它的做法是呢 它其实有两 两种 两种 两种配置 两种主派 不是配置主派 应该怎么讲 就是 它把运算资源分成两个集合 我们讲集合 可能比较精准 它会有叫Big 它是一个Cluster 然后Little呢 是另外一个Cluster 那这个Cluster里面 可以包含若干的处理器核 所以你可能有听过什么 二大二小 就是两个大的核 两个小的核 或是四大四小 四个大核加四个小核 所以总共加起来八核 然后这个是 Aunt在2011年提出来的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其实呢 这东西呢 在Intel也有 Intel的用法 有点花俏 叫做Big Big and Bigger 就是一个呢 是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省电的 然后但是能力还是很强 然后另外一个是 功耗很大 但是能力更强 就是这种 Bigger and Bigger Big and Bigger 然后或者是 Performance Hybrid 然后这个是 反正Intel有这个对应的词 然后一些东西呢 其实出来一阵子的 然后在这个 Intel有一个叫 Elder Lake 最大的 你会看到Intel有些名字 听起来很奇怪 这就是Micro-Architecture 就是我们今天在那个市场上看的话 i5 i7 i3 i5 i7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brand name 就是品牌名称 但是呢真正值得看东西呢 是这个 Architecture Micro-Architecture 例如呢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Intel Micro-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Elder Lake 就是 反正他们取名字都取到 然后这个就叫第十二代 所以这样 你看那个i5 i3 i5 i7 那就是个名字 有时候就是 你知道那个名字有个好处嘛 就是 就是 我想要怎么讲 这不是机密啦 只是 好 就是说呢 因为你知道像那个 Intel这种公司 Intel公司 这种公司我们就称为IDM 就是它一路可以从设计 制造 然后 销售 一路可以一条龙的完成 它就在这种IDM的模式 那全世界这样的公司其实不多 另外一家公司就是Senzel 一样也是可以从设计 制造 然后销售 一路可以做完 那大部分的公司呢 其实都是像高通 联发各种公司 其实它就专门做设计 或者叫TSMC 专门做制造 那也有些公司呢 像昂 专门做这个 它其实也不做设计 就是说它提供设计所需要的IP 智慧财产 所以它称为叫做IP Licensing 然后就是授权模式 然后这个I5 I3 I7 这样的分子是怎样 因为Intel的Micro Possession 就是它的那个处理器 会分什么 它的微处理器也会分不同的四代 所以像这个Elder Lake 它是第十二代 那这个第十二代呢 它就可能会 它就像画面这样 所以它其实它有自己的一个型号 就是像画面中的一个型号 就是12700K 然后呢 你看起来是I7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Elder Lake 它也可以用在I5 然后呢 如果有一天 那个I3 这个产品线如果要延续的话 也可能会有一个I3的版本 所以注意到 I5 I3 I7呢 只是一个Brand Name 就让你知道说是什么 是分这个 档次比较高的 档次中间的 档次比较低的 所以那个在消费者来讲的话呢 他就会下一次就要去买 对不对 你要换一台型电脑 你下一次会买一个I5 但是I5呢 它可能会有包含十一代 十二代 像我这个 最近我陪 陪我老婆去买一台 新的笔记型电脑 然后呢 我陪她买这个笔记型电脑的时候呢 就是 就会遇到很好玩的状况 就是呢 我们有看到一台电脑 我们就很喜欢 就是 哇 好轻喔 对不对 就是这种不到一公斤 哇 好轻喔 对不对 然后那个 那个键盘啊 然后外观很漂亮 然后呢 隐约发现不对 诶 这是什么 这是第十一代的处义器 诶 所以你看他就是说 诶 他卖的 就价格好 然后方方的漂亮 好 就各方面都 我们就很喜欢 但是有个隐忧就是 它是第十一代的处义器 好 那我们最后呢 就决定买一个 今年主打的 今年主打的 那个 华硕主打的 一个 ZEN的那个 产品线 不是MD那个ZEN 是那个 刚刚那个 华硕也有个ZEN S ZEN ZEN 我们就买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产品线 诶 诶 什么鬼 诶 是什么名字吧 反正就买一个ZEN 好 所以就是说 那个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新的一个产品 所以其实换个角度去想 Intel 它也是故意的 故意让你把这个产品混 然后注意到 像这个Elder Lake 然后它也会有不同的版本 所以你看到它有什么 P的版本 U的版本之类的 就是有不同的版本 然后为什么要特别跟你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真正的系统参数是要看 Microarchitecture 然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 像这个产品就很特别 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实脉 它有1GHz到5.5GHz 对不对 那有700MHz到4.0GHz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刚刚讲的这个P跟这个 就是这个什么 Bigger 好难念 Big And Bigger 或是这个Proposal Hybrid 就是这种中路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在Elder Lake之后 其实Intel新的设计 其实就采用这种设计 那这个设计呢 其实在 UN在2011年呢 其实就已经提出了 那为什么要特别跟你讲这件事呢 就是说 其实这件事呢 不只是在手机 是Big Little 其实呢 在做上级电脑 在伺服器 其实呢 已经用到这个Proposal Hybrid 不然说 像我刚才那个展示给大家看的那台电脑 就是那台 那台 那台电脑 对不对 就是这台 那个结果 结果就不印出来 这台电脑上呢 它也是 它也是那个 Proposal Hybrid 那 所以如果说呢 就是 这我想这是大概一个很 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 你可以用同样的价格 所以像我老婆最后就是用多少钱买 加一些配件 加加就4万块吧 4万多 那其实你想就是4万块 今年用4万块 买到的机器 其实是比我好几年前用的server 不是一般电脑 是我以前用的server 以前开公司用的server 来的好 不是一点的也是好很多的 但是你看 下一个很不同的世界发生了 对不对 就是说用一样的价格 可以买到更好的产品 那这也是同时也反映 跟各位提醒 就是说你要在咨询科技这一行工作 其实光有兴趣真的不够 如果你只有兴趣 那我的建议很简单 去找一个可以赚钱的工作 有很多工作可以让你赚到钱 尤其你去做banking 有机会赚更大的资本 因为光有兴趣真的是不够的 因为你不在其中 你会很挫折 感觉很挫折 那如果说呢 你决定要在咨询科技这一行呆着的话 你真的要认真想 就是你要do something 就是你真的要在这边要插棋子 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科农贡献很重要 因为你真的要贡献科农 你在科农才会有 有一个进度点 然后呢你才有办法跟科农一起成长 否则这个时代只要一直改 因为 这个环境真的很可怕 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很多公司 对不对 它就是会消长 那消长里面呢 当然就会有新的工作 直接跑出来 有些人就被释出 有些人就可能会因应不来 好再回来看这个case 就是这过程中呢 这种Performance Hybrid 这种架构呢 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未来式 这已经是数亿支装置都存在的东西 而且呢现在连intel的主流架构都存在 注意到我今天讲不是这么未来的东西 所以我开这门课我的压力很大 因为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你 现在的东西长什么样 那但是要了解这些事呢 其实你要了解很多不同面向 那首先呢你要去思考 它既然会有这个 因为同学有可能好奇的说 为什么每次讲课都要讲那么久 因为我担心下礼拜就讲不到了 担心下礼拜就没有力气讲 下礼拜就生病了 下礼拜就被某某厂商抓去做事了 所以我有力气我就把它讲完 你就忍耐一下 反正有录音嘛 好那这个 现在有个很重要的挑战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知道它有省电的 还有效能好的 性能好的 那问题就是那这个东西怎么切换 那你当然是要统计 对吧就是我要去统计说 或是预测对吧 去预测说呢 该用什么 就是依据过去统计的行为 去预测它该做什么事 对吧 这件事你不用来上大学都知道 你不用来这么课你也知道 可是这件事怎么做 怎么做才能够精准 因为如果猜错的话呢 那个代价是很大 对不对 我如果呢一个运算呢 它是需要什么 Performance Core 而不是Efficient Core 就是一个是省电的 一个是性能强的 如果你猜错 就是说你一开始让那个省电的核去运算 结果发现省电的撑不来 所以他需要把那个性能强的打开 那中间切换的是有代价的 早期呢 我不能跟你讲现在的数据 这应该是机密 但是早期 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实验 早期在大核跟小核切换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200ms 200ms 什么概念 眨眼睛 人眨眼睛才0.1秒 人眨眼睛才100ms 但是呢 那个切换 从小核切到大核 大核切到小核 在以前某些 某一款 2011年某一款硬体 有出货的 哪一款我不能讲 但是你可以查一下 2011年什么时候有出货的 就是那个核肯的时间会 能用到200ms 所以 人眨眼 migrate 跟人眨眼差不多 所以那已经是慢到不可思议 那是几乎不能用的状态 所以了解一下这个状态 就是 那是一个很大的代价 就是 你猜错 你又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然后 那简单呢 我就能者多劳 反正我就先给大核做 大核做的 觉得轻松再交给小核做 那就变成永远就用大核就好了 那 所以你看 就是 你就不能是相怨的 用平感学去做事了 所以为什么那么强的数学 因为说真的 我在做big力童 我运气很好 就是我在2011年刚好就在做这个专 就做这个big力童的专 那我在做过程中 就学到很多数学 就是 应该说我之前就学了数学 但是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哪块用 就是我在里面呢 就用到 就是多项式 像什么六四方程式 然后什么回归曲线 然后中间还用到拼文分方程 然后还有 像我那时候就 就 就学那个machine learning 当然我学的machine learning 跟你现在不一样 我那时候学的machine learning 是做classification 就是说我今天要怎么去判断 判断应用程式的形态 其实这件事很难 就是说我要去怎么分类 那你说 如果不用machine learning 或是用个有效的classifier 要怎么做呢 就用大量的能力来弄 像某公司 台湾某公司的做法就是 我不能讲某公司 你自己猜 台湾某公司的做法就是 找一堆QA小妹妹 然后去把Android排行榜的游戏 那个游戏应用程式装一遍 然后看看它的功耗 看看它的行为 然后再去建个表格 说这东西大概属于什么类 但是这有个问题 因为应用程式会越来越吃肥 对吧 就是 对吧 就是应用程式呢 这个 你懂了吧 对吧 就是应用程式 它可能第一版可能跑得很顺 那第二版开始加一个广告 然后一直再加上去 尤其Android 因为Android的App要收钱很难收 所以就加大量的广告 像我以前在玩那个Angry Bird 如果你听我上课 我常常在抱怨Angry Bird 这个之后再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种埋怨 然后总之就是说 我跑来Angry Bird 很明显 iPhone跑Angry Bird就很顺 赞就是赞 没话说 Android跑Angry Bird很讨厌 因为Angry Bird 是不收钱的 在Android手机上不收钱 因为你知道吗 那些使用者不想 就是穷嘛 就不想付钱 所以怎么办呢 就塞一堆广告 那你看 iPhone上面是有付钱的 就以前Angry Bird是要收费的 后来改了授权 但是早期Angry Bird 是在iPhone上收钱 所以授权就给你一个 性能调教过 针对iPhone去调教过的版本 然后你就跑得很顺 就说 这个Angry Bird好好玩喔 然后Android手机的时候 就是什么 因为刚才提过 就是那个 那些玩家是不想要付钱的 大部分玩家是不想付钱的 所以就只能加一个广告 但是加广告本身就是 很大的伤害 因为第一个 就是玩游戏的时候 上面就跑出一个什么 跑出一个银行 像我那时候在开公司 我压力很大 就突然冒出一个 什么国泰释滑 就觉得 这个贷款没有还 压力很大 对不对 那个Angry Bird 就玩不下去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 那个广告 我分析过 他广告会事先 会抓那个 抓个十来笔广告 而且都是那种 其实那个影像 其实都还蛮大的 他抓的影像大概就是 你就想说 他可能长得像 像这样 就是他 他可能长得像这样 但显示的时候 只显示一个框框 对不对 就是说我抓下的图是这样 就是一个值的图 但是我一次就显示这一条 这一条 因为Angry Bird 显示上面那一条 然后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大 因为他会 花很多频宽在抓那个影片 然后你以为这样结束完 没有 他还会有一些动作呢 我不能讲太明白 但你知道就是有些 会通知开发商的行为 就是开发 那个Angry Bird的开发商 就是免费的版本 其实会动一些手脚 因为他没办法 从你身上赚到钱 就没办法 因为你不是刷卡 来得到Angry Bird 你是去download 而且呢 中国会有一些 黑客会把那个 会有些怪怪的人 把那个APK 动起手脚 然后按插一些 不该按插的东西 总是系统去执行 这些Angry Bird 压力承受的成本 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你要照就是说 我之前为什么强调这些数学 其实用得到 就是说 我今天设计一个classifier 我要知道它的行为 我要去统计它 而且我要去预测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呢 我光有预测行为 知道要派给哪一盒子不够的 因为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东西 叫CPU Frequency 因为其实时脈是可以换的 还记得刚刚那个Elder Lake 这个Elder Lake 它的范围 所以它会有 这个从1GHz到5.5GHz都可以 那这里面的功耗是完全不同的 一般来说呢 你可以把这个频率的平方 就是它的功耗跟频率的平方成正比 好 所以显然呢 我执行在1GHz跟5GHz 它的功耗呢 是截然不同的 你看起来 频率好像差5倍 但是功耗呢 可以差到25倍 就是粗略的算法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我该用什么时脈去执行 这就是问题 然后再来是呢 你频繁去变更时脈呢 会有额外的开销 就是什么开销呢 就是功耗的开销 就是硬体会有功耗的开销 然后这可能会有些漏电 然后不然说在系统的反应行为 其实会有一些调整 因为呢 我今天改变那个CPU时脈的时候呢 其实System Bus也会受的影响 然后呢 抱歉 有些参数我没法告诉你 但是如果你有信心可以问我 就是我以前做过的手机 我可以用我的建议告诉你 总之就是说呢 这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是 呃 呃 光是这些parameter啊 还有这些这个behavior 就是很大know-how 就是说呃 这个系统会有这个行为 然后我要怎么去调整 所以事实上呢 其实你想得到前几家做Android手机的公司 不管是做那个手机晶片的啦 或是做品牌公司 OPPO Vivo 这种排名前 呃 华为这种前几名的公司 他都有投入做Schedule 所以有人问说那个 说那个 为什么要了解Schedule 其实说真的 你要让你的Android手机 能够拉开跟竞争对手的差距 需要靠这个地方去去落实 好 那这个 这个 这也在素人上有提到 然后呢 不过 因为我的那个 那个保密合约 有的 还没有完全过期啊 所以我只能把我知道东西 尽量的写 就是然后 然后可能 有时候我会在课堂上可以补充 那也许呢 我们看看这学期有没有机会啦 有没有机会说这学期 看有没有同学来挑战这个题目 就是你直接 直接对你的Android手机 做一些调整 然后去设计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策略 那 当然 那你一个学期可能做很有限啦 但也许这个题目 最重要这个题目是可以做 做素人 甚至做到博士 做到毕业的 因为这边可以管的东西可以很多元 那我希望 不管怎样我希望你了解到呢 其实我们讲这个排程器 在之所以排程呢 其实为了这些议题 好 然后 我们刚才前面讲 SMP是讲的 对称多 多核 对称多处理器 但是呢 在这个Big Little来讲的话 它就是Asymmetric 就是一个非对称多核 那这个东西很 所以你要了解到 这个就是 非对称多核 那这个是现代一个处理器要特别考虑的议题 那此外呢 在CPU排程器呢 你还要考虑的事情 还很多 就是其实你要去参照 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实作 像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个FreeBSD FreeBSD呢 它的用的这个排程器叫ULE 但你会好奇 为什么它叫ULE 叫个奇怪名字 因为呢 这个Schedule这个字怎么来 Schedule不就是SCHED 那后面不是ULE 所以它就把后面的ULE 当做排程器的名字 对不对 所以它是很没有创意 但是 不小心就记起来的名字 好 那你看到这个 3BSD用的这个ULE 那ULE的话呢 它有一个 很有趣的设计 它有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呢 可以来去评分 去评比说呢 它是一个 去评比说的一个任务 它是Interactive 就是互动性比较高的 还是互动性比较低的 互动性比较高的 像是 像是一个中端机 对吧 中端机的画面 我一直在上上下下做做UO 对吧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这就是互动性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 我应该怎么 就是应该要 我按了直接操作系统 人家给我 给我什么 给我对应的反应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我称呼叫Interactive 那又反过来 比方说在我们系统里面 会有些背景任务 像是资料库 或是Web server 在我这台电脑上 可能Web server 跟Diabetes都启动了 但是它可能没 它只是在等待连线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称呼叫 Non-Interactive 它其实它慢一点 或是 那些事件 晚一点受理 其实不至于 会被使用者察觉到 好 然后呢 在英文语出来之前呢 他就 FreeBSD 叫做ForeBSD ForeBSD Schedule 为什么叫ForeBSD呢 请你参照第三周 讲那个Revolution Always 跟你讲那个BSD的故事 然后呢 你说我这堂课 不是在选定的时候 为什么要看 那个FreeBSD呢 因为呢 作业系统 其实都会有交叉的影响 所以就这样交叉的影响 所以其实这边 还是要有一点概念 然后 下面展示给大家看的 那个Cackrate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专 就是它就把FreeBSD的概念 带到 带到Linux的CFS之上 去做这个 机制 然后 那这边有个比较 就是说呢 Linux的CFS 就是预设的排程器呢 它在做Rodband 的时候可以比FreeBSD来得快 然后但是呢 它也会 这个 就是有很多Huristics 就是它其实有很多 很奇怪的东西在里面 这也是为什么想要写一本书 因为说真的 我们过去呢 其实遇到很多这种怪的事情 那不过因为我过去呢 比较多的力气是用在手机上 那我这几年也在学这个 手机以外的世界 包括说自动控制这种 所以这个也在学习 那对 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我们台湾的国家太空中心 国家太空中心的这个 最近呢 就是有火箭 就是就是就是大家应该 应该可以看到一些像之前那个 焦大这个ARC ARC的那个火箭四射的计划 反正今年都还会有 相关的活动 那其实也要关注这个发展 那为什么要特别跟你讲 那个国家太空中心这些事呢 有个主要原因是 因为这是工商服务 对不对 我有拿钱的嘛 然后呢 最关键方面是说呢 这里面的火箭控制系统呢 其实它里面也是用Linux 对你天然酷吧 就是Linux呢 可以用在很多层面 可以用在手机 用在伺服器 用在电视 用在手表 那现在也可以用在火箭上 那这个在火箭上呢 其实就有很多很特别的考量 这样就是 有那种即时的处理的考量 那也有这种 要考虑到这种 一个interactive needs 然后考虑到这些公平的问题 好 那后来切回来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个讲座呢 如果这个讲座的话呢 有一个简报 那这个简报呢 那这个简报呢 就会搭配上面的那个录影说明 那这个时间很长 所以请你排时间 排时间去 去了解这个 这个排程器 考虑的议题 好 然后中间呢 科挪的发展 然后呢 注意到科挪的发展呢 其实是经历了很多个阶段 那我们这边快速来看 其实 其实在那个科挪的发展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呢 其实一开始呢 就真的是一个玩具 1991年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玩具 然后呢 但是后来的世界都很不同 还记得我们在这个第三周的时候呢 就跟他讲那个Linus核心的发展状况 对不对 有讲了铁达尼号对不对 有讲了SMP 然后这个时间很重要 铁达尼号 铁达尼号什么时候出来 铁达尼号就是 1997 然后呢 这个时间也非常重要 你可以说Linus科挪为了铁达尼号 去做一些必要的前置准备 准备 不为过 真的有很大影响 然后呢 但是呢 尽管Linus核在1996年就开始支援SMP 但是它有很多悲剧 比方说我们之前上课有讲过一个东西叫什么 Big Kernel Lock Linus核那个 Linus核 Big Kernel Lock 简称叫BKL 这东西呢存在多久呢 这东西存在了高达15年 你看哦 Linus核1996年开始支援SMP 但是很不幸的过了15年 这个 中间的Big Kernel Lock 才真正被抛弃 意味着什么呢 Linus呢 从1996年 往后面算15年了 其实呢 都存在高 大量的 性能隐忧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网上看到一些文件 尤其中文的文件 因为中文文件 很多都是比较旧的 他就跟你讲说 Linus的效能 比3BSD 或者比其他作业系统 SWRICE 性能来着差 注意到 这 那样的描述 其实不能说错 在上个世纪 的确是 的确是不好了 但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呢 有很大的改变 然后呢 在1999年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2.0提出来 然后Kerno 2.0呢 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它有那个 不同的那个Scheduling Class 所以它可以去支援RT的 RT的 RT的任务 然后呢 也可以支援这个 RT的任务 然后呢 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 MOTHER多重 多重 排成器 不是大漫里 多重宇宙之境 所以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是 就是现代的那个 Linus Kernel的排成器 其实现代的排成器 是从1999年才有 现在样貌 也就是说呢 在1999年以前呢 它就是玩具 即便它支援SMP 但是它就是玩具 因为很多 很多机制呢 不成熟 然后呢 2.4的Kerno时代呢 有个很重要的 行为是什么呢 就是 开始呢 对核心的模组 就是核心的那个 排成器 做了模组化 注意到它的名字 其实不是叫ON的Schedule 它其实名字 就是叫Schedule 只是说为了要去区分 O1 跟我们就把前面东西叫O1 注意到 在Source Code里面 它就叫Schedule 就有点像那个前情服务间 对不对 因为前情服务间 那时候要打东径 对不对 打东径 打失败 结果后来什么 服务间的整个阵营就垮台 那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曾经一段 一度那个 南北朝 那个北朝 一度那个统一的局面 就这样 就破解了 对不对 然后后来就有后勤 对不对 所以就为了要去 要去分前面的勤 跟后面的勤 还有那个 勤死亡那个勤 对不对 就要有不同的名字 那其实这个BigO1也是一样 因为后面有个名字叫O1 那把一支这些东西叫O1 但是这种东西很关键的地方 就在于说呢 因为1996年已经开始支援SMP了 然后2001年这个实作呢 的确它也可以支援多核 只说它的性能比较差 然后 但是它有现代的这个 排成系列的样子 就是它的样貌已经存在了 然后1999年的2.2呢 它就是有这个Schedule Class 那所以在我们这个第二章 就我介绍那个不同的Schedule Class 那这个我这个之后再录一点 所以也可以看得到 然后呢 2003年的这个 那个2.6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 它是一个BigO1 那你讲到BigO1的时候 你就不会陷入那个迷失了 对不对 你看到前面那个TOSF 还记得吧 讲那什么 讲那个 讲那个 对不对 讲那个 讲那个 讲那个基体配置 对不对 讲那个基体配置 就算是BigO1 它的分布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固定个点的 所以注意讲 不要以为BigO1 就永远是一个什么 一个点 不是喔 它也是有范围的 只是说这个范围怎样 这个范围相对别的实作看起来 比较 比较可预测 对不对 就这个范围可预测 那像这个范围的太广 所以就这个 我们就称为这个 难以预测 但是这个TOSF就是称为可预测 好 然后呢 这个O1呢 它就是说呢 它里面呢 很多操作 是 呃 在设计上 是采用 时间复杂度为常数的 的 的 实作 但是呢 它终究还是遭遇很大的这个问题 就是 而且这个问题呢 是来自什么 是这种 呃 前景的城市跟背景城市 它其实有很大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呃 这个O1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创举 就是说 我今天在这个新增任务 我在移除任务 我在查询这个任务 其实我可以做的很有效率 但是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付出的代价很大 就是导致呢 这个 系统呢 必须要设计一些很奇怪的方式来弥补 像这边有个bonus system 就是设计一个系统来弥补 呃 实作上的一些问题 那导致这个bonus system越来越复杂 那但是呢 那2.6呢 Kernel呢 它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是 让整个linus 可能可以更scapable 然后你还注意到那个时间点 那个时间点 2003年什么概念 linus已经获得巨大的成功 所以其实 在世界各地很多的server 很多的datacenter 当然可能那个时候不见有这个词 就获得一个巨大的应用 那这也是刚才提到就是说 排成器呢 是被Google啦 Facebook啦 然后 Intel啦 这些公司把持 有个很大原因 因为这些公司 他们都有自己有云端 他们很多事业都是在云端 所以他们有很有动力去改进linus kernel 让它可以scalable 但是呢 注意到这件事呢 跟desktop 跟embedded 跟 一个装置的应用呢 其实还是 就是还是会有些冲突 所以后来呢 有个新的设计呢 叫CFS 那你们好奇 那2007年以后呢 你看哦 以前呢这个大概都是什么 都是隔几年嘛 对吧 隔四年啊 隔一年啊 隔三年啊 隔两年 然后又隔两年 然后隔四年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CFS呢 从2007年到现在 就活到现在 很酷吧 但是呢 2007年的CFS 跟现在你看到CFS 还是不一样的啊 2007年的CFS呢 其实说真的 它就只有1000行 那现在CFS呢 对不起 还记得刚刚那个程式码 对不对 好啦 怕你忘记了 来 再讲一次啊 2007年的CFS 1000行 现在你看那个schedule 对不起 就是27000行 而且这件事 只会更复杂 今天不学 明天会更难 所以赶快学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 Linus kernel之所以演化呢 其实你不要把它当作历史而已 其实你要了解中间 汲取什么教训 好 因为这个教训 导致CFS呢 不再 就是 他可能这样 为了要避免 他下同样 犯下同样的错 他做了很多 这个调整 然后 也一直持续修正 我想这个是最最关键的 就算你 你毕业之后 就算你学这门课呢 没办法直接去修改课论 但是你在这边中间了解到的事情 其实是 可以给你很大的启发 好 我们大家就讲到这里 然后就是 请你呢 一定要 安排时间 然后把这个讲座 相关的录影 相关的材料 一起对照看 然后 忘了讲 就是 我们这周呢 还有讲到这个排程器 那一样了 这个有录影 自己去对照看 那这个排程器 最主要就是搭配看这个前面那个 核心模组 然后 来这门课你应该 知道这个风格了 就是我会给你材料 那你必须要排时间去学习 那所以 如果说你要了解那个 克罗马9的运作原理的话 你要搭配看 连接器 然后 资信党资讯 包含前面讲的ELF 包含说 Reader ELF 这种资讯 然后再来是 刚刚有看到CRT C的Runtime 然后 然后本周的作业比较特别 所以请你在3月14号 3月14号的时候呢 下午3点刷新这个页面 然后知道相关的规范 好 那就 呃 我们 我们接下来会让同学呢 就是 会有一点时间去调整 就是不管是补足你作业不足 或者说你对这个 贡献科 或者这门课 有相关的问题 请你就是 请你陆续提出 那从第六周开始呢 我们就安排这个一对一的讨论 那有的一对一讨论呢 我们就会针对不同的学员 然后每一个去设定 设定 设定学习的目标 那因为我们人数大概可以做到 现在已经 已经是可以控制的状况了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 针对每个学生的状况去调整 好 然后再提大家就是 呃 自己有学到的东西最重要 好 跟自己比就好 然后 呃 反正就是 这就是诚实面对自己的一环 好 就是 请你注意相关的公告 然后 及早排时间 学习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们 acin